第一章 云家闺女要离婚 得胜下 中午 火热的太阳炙烤着大地 缠在树上滋滋地叫着 听得人心头更加烦乱 这会儿 祥云村云树怀家 为了不少人 你一言我一语地安慰着 屋里一个二十四五岁的年轻女人 年轻的妇人 是云树怀的闺女云树青 嫁到水阳村七八年没有生养 如今被一个寡妇挺着肚子闹上门 说怀了杨复顺的肿 云树青就算脾气再好 遇上这事又怎么能忍得了 而他的婆婆周婆子拎不清 愣是护着许寡妇的肚子 还要杨复顺跟他离婚 云树青有兄弟五人 指得他这么的闺女 生得又十分标致 自然是疼爱万分的 哪里能让云树青受欺负 愣是给接回娘家来 听说明儿要去镇上办离婚 春芳啊 你也劝劝肃青 这女人一旦离了婚 那日子可就难过了 不仅如此 家里出了个离婚的女人 名声不好 娘家兄弟姐妹的婚事 多少都会受影响 云家还有两个 也到了能找对象的年纪了 是啊是啊 杨家家境殷实 杨复顺又是个有文化的 也不嫌弃 咱肃青不能生养 你上哪儿再找个这样的女婿 再说了 肃青真离了婚 岂不是要便宜那个寡妇了 屋子里一群女人 老的 年轻的 一个个轮着圈 云肃青指 抱着怀里的孩子 目着一张脸 不为所动 这时 一个四十来岁的中年女人 悄悄拉过云肃青的亲娘刘春芳 春芳 肃青真想离的话 凭她的人品样貌 再找一个不难 只是她怎么想的 既然把这孩子带回来了 她杨家家境算英识的 难不成还养不起个孩子 若是亲生的也就罢了 可这孩子是捡来的 肃青要离婚的话 带着这么个脱油瓶 以后再找条件 可就要降低不少了 说话的是云肃青的三审 她说这话 倒也是真心为云肃青考虑 不少人寻着她的目光 看向云肃青怀里的小姑娘 你一句我一句又劝了起来 言语里都自以为是为她好 小姑娘叫西宝 今年五岁半 是云肃青五年前 从小戏里捡回来的孩子 小姑娘皮肤辣黄 头发干枯 一张小脸尖尖的 一看就是营养不良的模样 一双眼睛很大 乌溜溜的 倒是挺灵性 就是长得不太好看 前些年吃都吃不饱 再加上这时候 农村重男轻女的思想重 许多人生的女娃养不起就扔掉 云肃青在小戏里捡到的女娃 倒没什么奇怪的 刘春芳叹口气 我们肃青是个心善的 这孩子若是给了杨家 她是养不活的 在我们家 条件再不好 也能有她一口吃的 她没有明着说杨家一句不好 可众人都是有眼睛看 以前肃青还没嫁人的时候 多水嫩仙灵的姑娘 这会儿瘦得跟个骨架子似的 这孩子也差不多 又瘦又小的 只要是心疼闺女的人家看到了 难免心里不好瘦 更何况云家只云肃青一个闺女 性子温柔长的还好 云树怀两口子打小 就眼珠子似的护着 看来两人在杨家被苛待的不轻 他不只是因为寡妇挺着肚子上门 才闹得离婚 云家三兄弟蹲在院子里 听着屋里一群女人七嘴八舌 要么都是在劝他们小妹不要离 要么让他把那么乖 那么懂事的稀宝 丢给杨家那群黑心混蛋 三兄弟心里窝火急了 老二云清白 脾气最是火爆 他想进屋骂走这群多嘴多舌的女人 可以想到他娘的吩咐 生怕自己忍不住揍人 于是气呼呼地扛起院子里的锄头 枪的一声脆响 锄头不知磕到了哪里 屋子里顺势一击 云清白撇撇嘴 朝屋里吼了一声 爹娘 我去地里除草 这云老二长得高壮力气大 这嗓门也大得吓人 众人伸头看着高高悬在头顶的太阳 这可是三十七八度的天 也不怕中暑哦 云清松性子 闷些不太爱说话 也紧随其后 拿起砍刀砰的一声 砍在了院子里的一颗 没来得及皮的干柴上 嗯 柴刀还没锈 他看了一眼屋里的人 我去砍树 一群人莫名觉着脖子一凉 砍麻子树又 怎么感觉他更想砍人 云家老三这时候走了进来 淡淡看了一群人一眼 也不知怎跌 众人只觉得 那眼神有些吓人 大气都不敢喘 他伸出手对西宝道 西宝 舅舅抱你买糖吃去 西宝其实跟云家 几个舅舅都不太熟悉 妈妈每天都有做不完的事 很少回外婆家 所以 她也没怎么来过 不过她见过三舅舅几次 她每次去杨家 都会给她带糖果 还会抱她 温柔地跟她说话 每次三舅舅上门 奶奶都不叫她做事 也不骂她了 她很喜欢三舅舅 但妈妈现在很不开心 她想陪着妈妈 于是摇摇头 云青山笑笑 那舅舅抱西宝好不好 妈妈手酸了 西宝看了看妈妈 主动向舅舅伸出手 云青山接过西宝后 倒也没走开 西宝心疼妈妈 她就不心疼小妹吗 众人 这云家老三 也不知怎么回事 身上就有股气势 笑的时候 让人觉得浑身舒坦 不笑的时候 叫人看着有些发怵 处着这么一尊冷面神 天还怎么聊 三舅好歹是看着 自家几个侄子长大的 知道这兄弟三个生气着呢 当即说道 我看天色不早了 一会儿还得夏田去 有他开了头 聚集在云家的人 不一会儿都散光了 娘 我给咱老云家抹黑了 一直到屋里安静下来 对着自小疼爱自己的亲娘 云素青才卸下伪装的麻木冷然 眼泪巴达巴达往下掉 窝在舅舅怀里的西宝动了动 伸出小小的手 帮他擦眼泪 妈妈不哭 说着那双大大的眼睛里 却早已泪眼汪汪 刚刚他一直不敢说话 那些婆婆大娘们的话 他其实听懂了 他们想让妈妈不要他 西宝抬头看向刘春芳和云青山 切切道 外婆 舅舅 西宝很乖的 吃得少 还能帮外婆干活 外婆 你让西宝留下 再跟妈妈在一起好不好 刘春芳看到孩子一直咬着唇 小小的嘴唇都咬破了 不敢哭声来 顿时心疼坏了 他赶忙抱过西宝 温柔地拍哄着 外婆可喜欢西宝了 以后西宝 就住外婆家好不好 不过小孩子正在长身体 饭还是要多吃的 西宝眼睛亮亮的 抱着刘春芳的脖子软声说道 外婆真好 比奶奶好 刘春芳听到西宝的话 鼻子酸酸的 云青山心里更是不好受 他自责自己去过几次杨家 也是匆匆放了东西待一会儿就走 要是他能细心血 西宝担心又害怕了一上午 这会儿太阳大 他早就又累又困 不一会儿就在刘春芳怀里睡着了 把西宝抱抱到自己房里睡 刘春芳这才走了出来 轻轻骂道 都是些嘴上没把门的 瞧把我们家西宝吓的 他心里气得半死 若是违别的 他哪在怕的 能当场对死他们 可以后 闺女还要带着西宝在村里生活 他不介意人忍试回落 好叫自家闺女离婚后 少被嘀咕点闲话 但这个年代 离婚可不像后世那样普遍 云素青离婚了这件事 在小小的祥云村 不至于热锅里溅了水 油花四溅 不到傍晚 整个祥云村就无人不知 劝说的人一波接一波 云素青索性抱着西宝 躲进了屋里 刘春芳面上附和着众人 哀声叹气抹眼泪 到了晚上 早早把门一关 气横横道 都是一群闲吃萝卜蛋操心的 我家闺女离婚咋的 又不吃他家大米 你也别气了 赶明让青松他们陪宿青 赶紧去镇上把事办了 今晚都早点睡吧 云树怀看着闺女黑漆漆的屋子 忍不住叹口气 第二章 西宝的梦 不要打妈妈妈妈 西宝又做噩梦了 梦里妈妈被奶奶的竹条 抽了好多下 今天上门找爸爸的坏女人 躲在爸爸身后 偷偷地笑 妈妈想离开家 却被爸爸关了起来 他们不给他吃饭喝水 坏女人告诉西宝 妈妈快死了 等妈妈死了 她就成了西宝的妈妈 西宝才不要这个坏女人当妈妈 她对西宝一点都不好 抢西宝和妈妈的东西 不给西宝吃饭 还偷偷掐西宝 西宝讨厌坏女人 妈妈还是偷偷跑出来了 却被奶奶发现抓住了 西宝上前挡住奶奶和叔叔 却被一把甩到了墙上 头好晕好晕 好痛好痛 妈妈推了奶奶一把 哭着上前抱住西宝 奶奶被推坐到地上 摔疼了屁股 她很生气 拿着长长的扁担 不停地打妈妈 一下又一下 突然一个失手 她打到了妈妈的头 妈妈头上流了好多好多血 一动不动地倒在地上 不要打妈妈 妈妈 西宝惊喊着醒来 这时候天才蒙蒙亮 家里人都已经起来了 云素青就在隔壁的厨房里 帮忙烧火做饭 听到西宝的哭喊声 立刻跑进屋里 看到西宝缩着小小的身子 躲在床里头小声地哭 云素青心疼地要命 西宝 西宝别怕 妈妈在这 她上前抱过西宝 温柔地拍着她的背 柔声轻哄着 西宝恍恍惚呼呼地 看着熟悉的身影 哇的一下哭出声来 妈妈 太好了 妈妈没死 云素青一顿 揉了揉小丫头的脑袋 又做噩梦了 西宝唯一在妈妈温柔的怀里 点点头 大大的眼睛里流露出害怕的情绪 两天前 她就开始做这个噩梦了 梦里 看到妈妈满头满脸的血 西宝很怕很怕 她想告诉妈妈 可是怎么也说不出来 妈妈知道她做噩梦 也只是笑着安慰她说 梦都是相反的 可是昨天 西宝真的看到那个坏女人来她们家了 跟梦里一模一样 西宝的梦是真的 可是西宝说不出来 看着西宝安安静静窝在自己怀里 云素青心疼坏了 看来昨天的事 真的是让她吓到了 西宝乖 妈妈还要帮外婆做饭 晚一点 妈妈和舅舅们要去镇上 让东子哥哥带你玩好不好 西宝很少回外婆家 跟外婆家的人还不太熟 她问 妈妈 外公外婆 舅舅和哥哥们 会不会不喜欢西宝 像家里 除了妈妈外 所有人都不喜欢西宝 说西宝是赔钱货 西宝不知道赔钱货是什么 但奶奶一不高兴 就说 她是捡来的赔钱货 肯定是不好听的话 不会 舅舅和哥哥们都喜欢西宝呢 听着孩子的话 云素青鼻子一酸 眼泪差点没掉下来 西宝做了一夜的噩梦 这会儿又累了 窝在云素青怀里 很快又睡着了 西宝再次醒来的时候 妈妈和舅舅们 已经出去了 外婆早上没有下地 她听见屋里西宝的声音 茫茫地走进屋里 给她穿好衣裳 西宝 跟外婆去吃饭 云家劳动力不算少 尤其是分田到户后 日子显见的比以前好多了 但因为 还供着好几个上学的 日子依旧过得紧巴巴的 以前早上的西饭 西的能数得贱米粒 今天外婆特意多加了米 给西宝捞了一碗稠稠的粥 西宝接过早饭 礼貌地说了声 谢谢外婆 外婆摸了摸西宝的小脑袋 笑道 是个好孩子 吃过饭 让你东子哥哥带你去玩会儿 东子今年八岁了 今年九月就到了上学的年纪 但家里 已经供着几个大些的上学 开支不小 也就打算让他晚一年再上 要外婆喂你吗 西宝摇摇头 认真的说 外婆 我能自己吃 吃完了饭 东子在外婆的喊声中 背起一个小被拢 拉着西宝出去了 脸上看起来不大高兴 西宝虽然才五岁半 但在杨家养成了习惯 已经会看人脸色了 他知道东子哥哥 好像不太喜欢他的样子 不过虽然如此 东子也一直拉着他的手 生怕他走丢了 东子哥哥 我们要去哪儿啊 后山 哦 西宝跟着东子上山的时候 遇到了两三个孩子 顺顺 小胖 东子眼睛一亮 是他平日里的小伙伴 三人今天约好了 一起上山摘野菜 东子 顺顺年纪比小胖和东子大一岁 已经上小学一年级了 不过这会儿还放着暑假 这里三人经常一起玩 东子 你怎么不叫我啊 一个六七岁的小姑娘 追着顺顺和小胖后面跑过来 他看着东子手里牵着的西宝 眼中露出几分敌意 他是谁 东子不想搭理他 转头不高兴地对顺顺和小胖说道 你们俩怎么把他带来了 小姑娘叫三妮 今年七岁 是东子家前面云武叔公家的孙女 整个祥云村不大 多多少少都带点亲戚关系 三妮经常跑到他们家 跟东子妈妈 哭诉他被他奶奶骂了 挨妈揍了 吃不饱穿不好 还要帮家里喂鸡鸭做家务活 其实 现在谁家不是这样吗 这个时候 农村多是重男轻女 哪家女娃娃七八岁了不得帮着家里干点活 东子家一家子男娃 他妈妈喜欢女娃娃 听三妮哭就心软心疼 说三妮还小 是妹妹 还会让他把自己的小铃嘴 分给三妮吃 还有他舅舅家的表妹 也喜欢跟他抢妈妈 每次去外婆家 他都要赖在妈妈身边撒娇 还让妈妈给他买糖吃 那是他的妈妈 不是表妹的妈妈 凭什么给他买 反正东子是不喜欢妹妹这种生物的 小胖挠了挠后脑勺 有些不好意思 我和顺顺说 要来找你的时候 他就自己跟过来了 去后山的路他知道的 小胖和顺顺都知道 东子不喜欢三妮 其实他们也不太喜欢三妮 三妮跟着他们 什么也不干 却总是要分走他们找到的好吃的 不分给他 他就哭嘻嘻地说自己可怜 他们也烦死了 三妮知道 东子他们都不喜欢带着自己 可是他有自己的招 你们不带我 我就去告诉三婶婶 也像我奶打我那样打他吗 东子都快气死了 你爱去就去 我妈这几天可不在家 说着小生对西宝说 等会儿我说 跑你就要跑 要是跟不上 我就把你丢在山里喂野狼 喂野狼 可山上没有野狼呀 西宝不懂东子是在骗他 但一听到丢下两个字 就一个机灵 郑重点头 他跑得很快的 跑 东子跟顺顺 胖胖等人对视一眼 喊了一声 一溜烟 刺到身影 都飞快地往山上跑去 三妮傻眼 追了几步 背了一个比他的身高小不了多少的贝勒 想着让东子他们帮忙多摘些野菜的 这会儿贝勒太大 他压根就跑不快 哭了一会儿 见东子他们没有回头 也就不哭了 三妮跺跺脚 用袖子擦擦眼泪 多当几句就往矮坡地走去 他一个人不敢走远了 但不摘些野菜回去 哪会骂他 东子四人跑远了 见三妮没跟上 就停了下来 东子 这女娃是谁 顺顺有些好奇 他是知道的 东子一向不爱带比他小的女娃丸 我姑姑家的妹妹叫西宝 小胖跟西宝说道 西宝 我叫小胖 他叫顺顺 我们都是东子的朋友 西宝乖巧的喊人 小胖哥哥 顺顺哥哥好 西宝的声音软软的糯糯的 喊起人来又软又甜 比他们家里大嗓门的姐妹 喊得好听多了 顺顺和小胖笑眯眯地道 一会儿去山上给你摘山脸子吃 谢谢顺顺哥哥 小胖哥哥 东子见西宝 一直跟顺顺和小胖说话 拉着他就走 天不早了 我们先去摘野菜 中午回去晚了 奶的收拾我 四人一路嘻嘻哈哈 边找野菜边摘山上的野果 很快就混熟了 男孩子精力旺盛 上窜下跳也得很 小姑娘娇弱些 大多跟不上他们 所以顺顺和东子他们 都不太喜欢女娃娃跟着 尤其是年纪小一些的 还要照看着 烦得很 不过这一路西宝 不仅没有喊累 还能跟着他们一步不落 西宝才五岁半呢 三妮都七岁了 腿脚还没西宝利索 顺顺不由对西宝刮目相看 西宝 你这小短腿 跑得还挺快 西宝有些自豪 是的 我跑得很快哦 以前我奶和小姑打我 我就跑 他们都点不上我 小胖惊讶到 那你奶奶也坏 我奶就不打我 她可是他们家的毒苗苗 也奶爹娘都宝贝着 好吃好喝的都紧着她 不然 她也吃不成个小胖子 小胖有些同情西宝 她还这么小呢 西宝正中点头 奶奶 坏 特别坏 不仅打她 也打妈妈 一路上都是顺顺和小胖跟西宝说话 这会儿 东子也忍不住了 问 西宝 你奶奶是不是和三妮她奶奶一样坏 三妮的奶奶 是她见过的村里最坏的奶奶了 总是喜欢骂人 西宝困惑得眨眨眼 问道 三妮是谁 三妮就是刚刚那个女娃 她奶奶可坏可坏了 那 三妮的奶奶 也像我奶打我那样打她吗 西宝好奇问道 她聊起短短的 几乎遮不住肚子的小衣服 前胸后背 胳膊大腿成片的瘀青痕迹 手臂和后背上 还有几道醒目的竹条痕迹 是昨晚打的 三妮身上也有很多伤吗 那她被打 还要上山摘野菜 也很可怜的 我们下次不要丢下她了吧 西宝知道 三妮很想跟她们上山呢 当初她就是这样 被奶奶打 还要上山摘野菜喂鸭子 可是村里的孩子 都知道她是妈妈捡来的孩子 不喜欢跟她玩 也不带她上山 她就觉得自己好可怜 看到西宝满身的伤痕 小胖和顺子 都不由瞪大了眼睛 东子心里忽然很难受 三妮的奶奶 虽然比较疼三妮的弟弟 还爱骂人 但其实很少打三妮 有一次她看到三妮奶奶打她 还是因为 三妮偷了家里的鸡蛋煮了吃 这会儿鸡蛋可真贵呢 她家的鸡蛋奶奶 大多攒着卖 对比起来 西宝的奶奶可真坏 东子决定 她不讨厌西宝了 一会儿 她就多摘一些野果子 给她当灵嘴 顺顺 小胖 不然我们去牛尾街那边 找找山果吧 那边的山比较高 也离村子远一些 平日里 他们都不太去那里 但是 那边有许多山碾子 鱼干 乌贩子 刺帕等野果子 他们经常在山里窜 知道哪的果子 最多最好吃 顺顺皱眉 可是现在太阳那么大了 一会儿该回家吃饭了 要不我们明天再去牛尾街好不好 明天下午 我哥哥姐姐有空 到时候找他们一起去 那地方有些远 加上树林茂密 经常有蛇出没 顺顺还是有些怕的 不过他是不会让东子知道 他是因为怕蛇才不敢去的 东子眼睛一亮 对啊 明天大哥他们也会从镇上回来 到时候 就可以找大哥他们带西宝去了 其实东子说完也后悔了 牛尾街山高路远 现在去了中午都赶不回去 奶奶指定要骂他的 更何况 现在还带着西宝呢 西宝还小 后山这边的路比较平坦好走些 通往牛尾街的山路 又窄又难走 他肯定走不惯 想到这 东子赶紧点头 行 那就明天去 西宝 一会儿回去 我让爷爷给你单独编个手拎的小篮子 明天装果子用 他编的可好看了 西宝一听 眼睛亮亮的 他见过水阳村的孩子 拎过那种竹篮子 小小一只 特别好看 你爷爷会给我编吗 西宝欣喜又忐忑地看着东子 小笨蛋 东子轻轻敲了一下他的脑袋 我爷爷就是你外公了 他肯定会给你编的 爷爷可会编东西了 大伯二伯 还有我爹也会一点 不过他们编的 没有爷爷编的好看 小胖赶紧附和 顺顺一看天 突然哀哑一声 光顾着说话没注意看 昨天看到的那片野菜 都被摘光了 东子和小胖看了看 果然 昨天还鲜绿绿的一片野菜 现在都把涂漏了 只露着一层 稀稀疏疏的黄土 和灵星的青草 东子心疼西宝 让他在边上坐着 自己跟小胖和顺顺 再去其他地方找野菜 可是找了好一会儿 都只有零零星星的几措 三个人有些丧气 不然先回去 东子转头要去找西宝 却发现西宝没待在刚才的地方 他一下子慌了 这可是山里 西宝要是迷路了 可怎么办 第四章 西宝的乌鸦嘴 顺顺和小胖 也跟着东子喊人 东子哥哥 顺顺哥哥 小胖哥哥 我在这呢 西宝突然从一个地方钻出来 头上还沾着草屑 看起来有些滑稽 东子赶紧上前拉住他 小脸严肃 不是让你坐在那等吗 你怎么乱跑 到时候走丢了 被野狼叼去怎么办 西宝偷偷去了他一眼 小声说道 东子哥哥你别生气 我没有乱跑 我是去摘野菜了 那里有好大一片呢 在哪 快带我们去看看 顺顺不幸 这地方前几天 就被他们找了个遍 昨天那片 还是好不容易找到的 没想到 被人杰族先登了 西宝领着他们朝 旁边一条小路进去 隐约还能听到流水声 这地方 我们前两天才来摘过呢 怎么可能还会有 小胖看着地方眼熟 忍不住说道 果然 不一会儿 他们就来到了一条 不到半米宽的水区边 水区上方绿树成荫 底下的草长得又长又密 周围长有很多野菜 早前不少人都来挖过 这里早挖没了 顺顺说 西宝却指着水区对面 一层又密又多的茅草后说道 在那里 东子三人 顺着西宝指的地方 走过去一看 不由惊呆了 哇 好多哦 四人忙不迭地摘了起来 等东子的被篓装满了野菜 他们才停了手 顺便还舍了些茅草遮掩了一下 想着明天再带哥哥姐姐们来摘 下山的时候 在山脚下 他们又遇到了三尼 三尼脑袋直往东子被篓上瞧 东子哥 你们好厉害啊 既然摘了这么多 能不能分我一些 我今天去的那个地方 都没什么野菜了 回去肯定又要被我奶骂 你们又摘脸子对不对 看看你们的嘴唇都黑了 我也想吃脸子 东子瞥了一眼他的大被篓 里头只有底下浅浅一层 稍稍犹豫了一下 正想着要不要抓一把给他 反正他的有很多是顺顺和小胖帮忙踩的 而且山上还有很多 然而刚转头 就见三尼走到西宝面前 瞪着他 我知道你是谁了 你就是那个杨家不要的野孩子 刚刚有大人从后山经过 他听到他们在说 肃青姑姑离婚了 以后要回向云村住 他还带着个女娃 因为女娃娃是肃青 从小溪里捡回来的 不是杨家的孩子 杨家不肯要 这以后日子也不知道怎么过 他年纪也不大 听得一知半解的 不过捡来的孩子 他还是知道的 他们村委的山鸭 就是阿旺爷爷从山上捡回来的 他看到东子牵着西宝 就猜到他 杨家不要的野孩子 西宝从小就听村里一些孩子这么说他 早就习惯了 他紧张地看了东子三人一眼 垂下头 没有了先前的活泼劲 东子气得脸都红了 三尼 你再胡说八道 我 我就打你 虽然妈妈总跟他说 不能打女孩子 可三尼竟然骂西宝是野孩子 真是太讨厌了 三尼哇的一声哭了出来 我没胡说 我刚刚听到的 他就是肃青姑姑捡来的野孩子 他长得那么丑 身上脏兮兮臭哄哄的 难怪杨家不要他 我以后也不和他一起玩 西宝不高兴了 骂他是野孩子 他忍了 可说他脏兮兮臭哄哄还长得丑 就不能忍 西宝不臭 西宝漂亮 西宝愤怒的大眼睛 使劲瞪着三尼 你压到牛粪了 你猜臭 呵 小丫头发飙了 三尼和西宝争了起来 东子肯定是站在西宝这边的 顺顺和小胖看待三尼 又看待西宝 在东子恶狠狠的眼神威胁下 果断站对西宝 三尼健壮 哭道 他是个丑丫头 没人要的野孩子 你们为什么帮他 我再也不和你们玩了 说完也不管东子要野菜和野果子了 身子一转 就要跑下山 谁知身后的贝瓢落空的地方 勾到路边的一些勾缠的藤枝 他一扭身 贝瓢上掠松的背带 就从他身上脱落了 三尼一个没站稳 摔在地上 咕噜咕噜滚了几圈 被一簇矮矮的草丛挡住 巧的是 草丛边上有团新鲜的牛粪 他滚下来 刚好压在了牛粪上 东子 顺顺 小胖 三人齐齐看向西宝 不会吧 真让他给说中了 西宝昂着小脑袋 一脸哼哼 说了你压到牛粪 还不相信 三尼看着自己衣服上印着的牛粪 哭得更大声了 哇哇哇你们 你们都欺负我 他哭哭咧咧 抓起贝瓢往山下跑去 得意洋洋的西宝 见三尼哭着跑了 顺顺东子和小胖三人都盯着他看 小脸不由一垮 你们是不是觉得我坏 他让三尼压到牛粪了 他们是不是也跟水阳村的牛宝水压他们一样 觉得他是坏孩子 以后不带他玩了 东子立刻摇头里挺他 没有 三尼骂西宝 三尼才坏 而且是他自己摔到牛粪上的 又不是你的错 是不是 东子眼神灵灵的 大有他们敢说 不是就绝交的气势 顺顺和小胖连忙点头附和 事实上 本来就是三尼骂人在先 自己没站稳 滚到牛粪上 还说他们欺负人 他爱占便宜就算了 竟然还颠倒黑白 果然他们都不喜欢 他是有道理的 西宝又满血复活了 东子哥哥 西宝不臭的 他仰头看东子 想得到他的肯定 东子立刻点头 不臭 西宝也不臭 妈妈说了 西宝是村里最漂亮的仔 西宝看着东子 乌溜溜的眼睛亮晶晶的 等着东子点头 东子看着西宝灰不溜秋的小脸 眼睛斜了斜 看向顺顺和小胖 顺顺冲他一咧嘴 我爹娘 好我回家吃饭了 我先走了 小胖挠着后脑勺 嘿嘿笑着 也跟在顺顺身后跑了 西宝就盯着东子 东子垂下眼睛不敢看他 小声说道 我妈妈说 小孩子不能撒谎的 说完 转身开始往山下走 还不忘回头喊西宝 走了 来再等我们回家吃饭 第五章 西宝是全村最漂亮的仔 西宝听到吃饭两个字 眼睛都放光了 立刻乖乖跟在东子身后回家去 东子见他不再追问 悄悄松口气 回到云家的时候 刘春芳已经做好饭了 云树怀也刚从田里回来 东子拉着西宝 跑到云树怀跟前 央求道 爷爷 你下午的空帮西宝 做一个小篮子呗 我明天要带他去山上摘脸子 西宝紧张地看着云树怀 生怕他不答应 他爷爷是木匠 也会做很多东西 他还给大爷爷和三爷爷家的孩子 做过很多好玩的玩具 但就是不给他做 云树怀向来和蔼 他把锄头放到门后 笑着说道 行啊 刚好上次做破解 还剩下一些竹子 等车放外公 就给西宝编好不好 西宝高兴极了 谢谢外公 云树怀笑呵呵的摸了摸他的头 没过多久 西宝就看到妈妈云肃青 和三个舅舅 还有大舅母 从镇上回来了 三舅舅一见西宝 站在院子里巴巴 盯着他们瞧 心里软乎乎的 一把上前抱起他 说道 西宝以后就是咱们云家人了 嘿 咱们云家这一杯 这么多个臭小子 总算有个软软的小闺女了 刘春芳脸上也显出几分笑来 办妥了就好 都赶紧洗洗手吃饭了 云肃青见西宝受自家人疼爱 连大嫂都一副笑音音的模样 从昨晚就一直提着的心 稍稍放下了 他娘家日子本来就挺难过的 如今又多了他和西宝两张嘴 他只怕家里的嫂子们有意见 西宝过来 妈妈咬水给你洗手 院子里有口大水缸 云家人从田里回来 都要到大水缸前咬水洗手 西宝蹲在一个木盆前 认真地搓着小手 突然他看着水盆里那张灰扑扑的小脸 眉毛顿时皱了起来 云肃青奇怪道 西宝你怎么了 还没洗好手吗 西宝摇头歪着脑袋看着云肃青 妈妈你是不是说过 西宝是全村最漂亮的仔 云肃青忍俊不惊 点了点他的鼻子 当然是了 西宝指着也走过来洗手的冬子 说道 可是冬子哥哥不信 他说小孩子不可以撒谎 西宝没有撒谎 妈妈 冬子哥哥说了 外婆是好奶奶 不会卖小孩 那西宝可不可以把脸上的灰灰洗掉了 云家院子里的声音陡然一静 听到西宝的话 云肃青鼻子微酸 嗓子眼堵得慌 他摸着西宝的小脑袋 好半赏才挤出话来 对 西宝没撒谎 咱们西宝就是全村最漂亮的仔 来 妈妈帮你洗 刘春芳已经凑过来了 他昨晚帮西宝擦身子的时候就发现了 西宝的皮肤其实特别白 特别娇嫩 轻轻拍一下就红了 跟村里那些黑不溜秋的玩不太像 但是他的小脸却是辣黄辣黄的 还有一层黑泥 看着像很久没洗的样子 他还纳闷了 自家闺女是个顶爱干净的人 怎么西宝脸上脏兮兮的 东子蹲在木盆旁 看着云肃青从屋里拿出来一小把晒得干干的草 丢在木盆里 然后从灶上咬来热水 倒进盆里 泡了一会儿 那水变成了茶汤一样的暗黄色 云肃青才拿起手帕进入水中 捞起来拧半干 就往西宝脸上擦 西宝的小脸一会儿就擦得干干净净了 那些黑黑黄黄的痕迹都不见了 他低头看着盆里自己干净的小脸 非常满意 东子一脸惊叹地看着西宝 西宝变得好好看 头一次被除了妈妈以外的人夸好看 西宝大眼睛扑闪扑闪的 小脸微红 有些小小的羞涩 心里却高兴极了 姑姑 这草药谁好生气啊 能把西宝变白变好看呢 他也想变白变俊 东子看着自己黑黑的小手 忍不住伸到盆里 使劲地搓了搓 一会儿他拿起来看了看 疑惑道 为什么我没有变白 云素卿心里那点子伤感 闷堵在孩子的童言童语下也消散了 此时不由扑斥一声笑出来 西宝脸上是涂了一层草药汁水 才会变成那样 得用这个草药水才能洗掉 西宝这么好看 为什么要在脸上涂草药汁 东子想不明白 云素卿沉默 他原本有三个小姑子 大姑子比杨富顺大两岁 因为长得比较好看 被他前婆婆用高价财力给卖了 至今都没回过娘家 二姑子比杨富顺小一些 在前些年大伙都吃不饱的时候 周婆子用他换了两百斤粮食 而他去的那户人家有个傻儿子 最小的那个比杨富贵小 今年十六岁了 周婆子已经开始给他相看了 小的时候 西宝长得粉嘟嘟的特别好看 周婆子盯着西宝的目光 让云素卿心惊胆战 他才想了个法子 一点一点将西宝的脸给遮掩起来 随着西宝长大 周婆子见他越长越丑 嘴里偶尔嘀咕几句 倒也没怀疑 一直到现在 云素卿都没让西宝的真面目 在杨家人面前显露过 刘春芳见云素卿神色不太好 轻轻拍了一下冬子的后背 骂道 小孩子家家的 问那么多干什么 还不快去吃饭 饭菜都凉了 云青伯离西宝近 几步走过来 大手一捞 将西宝托起 让他坐在自己的肩膀上 西宝 二舅带你吃饭去 你外婆给你捞了一碗干饭 二舅是三个舅舅里 长得最高最壮实的 有一米八几 西宝坐在他肩上 饿得咯咯咯的笑 冬子哇哇叫着追上去 我也要 我也要吃干饭 奶奶可不能偏心 刘春芳笑骂 行了 少不了你的 奶奶是最好的奶奶 比西宝奶奶好 西宝使劲点头 像饿极了的小鸡仔啄米 外婆是最最好的外婆 两个小马屁精 刘春芳笑得不行 云素卿看着西宝开心的模样 嘴角不由高高扬起 第六章 三就是个大腐黑 云家的午饭很简单 因为下午还要去田里干活 中午的周熬的 比早上稠一些 再加上一盆地瓜 配点自家烟的酸菜萝卜 还挺下饭 西宝和冬子有半碗干饭 也吃得肚子滚圆 两个小家伙早早起来 去山上跑了一早上 吃完饭大夏天的太阳一照 瞌睡就上来了 云素卿带着西宝去房里歇物 云素怀应了 要给西宝编篮子 正坐在大门口扑竹面 刘春芳正在给自家老头补衣服 见云青山要往屋里走 悄悄喊住他 老三 你们今儿怎么去了那么久 祥云村也不算太偏 走一趟路去镇上 也要一个多小时 云素卿是去离婚的 总不能还去街上闲逛呢吧 去了一个早上 云青山压低了声音冷笑 杨富顺难道的不想离呢 啾啾馋馋的 被我二哥揍了一顿 就老实了 咋的 现在后悔了 早干嘛去了 刘春芳忍不住撇嘴 我看你妹妹 这回是铁了心了 哎 你说好好的日子不过 这叫什么事啊 娘 小妹离婚了也好 你看她这几年 都操劳成什么样子了 看着都快比你老了 她以后就住家里了 日子总不能比她在杨家 还难过吧 那哪呢 你妹亲快着呢 日子再差能差过 在杨家受挫磨那些年 刘春芳一想到 昨晚云素卿哭着 向她诉说 这些年过的日子 心里自责又难受 咋能怕人家说闲话 就不好意思上门呢 明明两个村子那么近 他们愣是 让自己宝贝多年的闺女 在自己眼皮子底下 受那么多罪 想想她就心堵 老三 我琢磨着 还是得想个法子 彻底断了杨复顺 和素卿的事 你妹这人心太软了 杨复顺这些年代你妹 多少还是有些情意在的 前些年她 因为生不出孩子 周婆子阴阳怪气的 说了一阵难听话 她就想着离婚吧 不耽误她另取 可杨复顺愣是不肯 只那么一说软话 她又心软留下了 不然也不能惹出这事 她这次难得硬气起来 你说 咱们两个村子离得近 出门总有碰到的时候 若是她再来纠缠素卿 保不准什么时候 她又心软了 可咋着 刘春芳的担心不无道理 当初她家闺女长得多标志 十里八乡 多少精神小伙上赶着求亲 她都没看上 却偏偏眼瘸 看上了杨复顺 杨复顺这人有些文化 又长得斯文俊秀 家境也殷实 那时候看着对素卿 也是一心一意的吼 不然她哪能答应这婚事 素卿心里念着杨复顺的吼 说不定哪天又被哄回去了 再说了 杨家人的德性 她也算是看全户了 这一个个的 把她闺女当牛屎欢 心底里却没一个瞧得起她 她闺女若是被哄回去 那还能有个好 她把自己的担忧 跟云青山一说 指着她出出主意 老三是他们兄弟几个里 最聪明的 听到自家老娘的担心 云青山轻轻一笑 娘 你倒是和我想一块了 不过甭担心 小妹指定不会再回杨家了 刘春芳瞅着云青山笑的狐狸似的 白了她一眼 怎么回事 说说 云青山知道自家老娘性子急 也不卖关子了 那徐寡妇不是想仗着肚子进杨家门吗 那就成全她好了 接而杨复顺和小妹离婚 顺便又跟徐寡妇扯了证 以后杨家的破事 可反不到小妹头上 刘春芳一想到 昨儿看到的徐寡妇 一双眼睛 贼溜溜往杨家屋里头瞧 一看就不是省油的灯 这进了杨家 对上尖酸刻薄的周婆子 以后那家子可要热闹了 你干的 不是她说 这徐寡妇脸盘子圆 身形也颇为风鱼 装起小白花来没有柔弱 还略显粗犷 哪哪都比不上她闺女 她是杨复顺的话 有她闺女注意再前 也看不上这玩意 她也就那肚子争气血 不过 从昨儿周婆子和杨复顺的情况来看 徐寡妇要仗着肚子 嫁进杨家 还是有点悬 没想到老三还有些本事 竟然叫她得了意 云青山微微一笑 今天徐寡妇也去了镇上 可经过昨晚的事 杨复顺一点取她的意思也没有 徐寡妇不免有些急 云青山就找了个机会 提点了她两句 你怀了杨家的种 杨复顺不负责的话 那就是耍流氓了 如今这流氓罪可不清啊 严重的 可是要吃枪子的 徐寡妇眼睛一亮 对啊 她可以用这个来威胁杨复顺 让她进门 虽然这法子 可能会让杨复顺反感 可管她呢 先进了门再说 都说寡妇门前是非多 谁让她的日子也不好过呢 不对 你为什么要帮我 徐寡妇有些警惕 云青山也干脆 我不想让她再有机会 纠缠我小妹 以后她成了你男人 你可看好了 否则她再来骚扰我小妹 我打断她第三条腿 徐寡妇想到云素青 娇好的容貌 牟底不免闪过一丝嫉妒 不过玄机想到 若不是那女人不能生 她还没有这个机会 她摸了摸肚子 有些可惜的 看了看云青山英俊的面容 这样的男人太聪明心也很 她知道自己驾驭不了 转头看到从民政局出来 一脸沮丧的杨复顺 这男人没啥主见也挺好 起码好拿捏啊 果然 在她软话说了不少杨复顺 也不肯答应跟她扯正后 徐寡妇听了云青山的话 威胁要告她耍流氓 杨复顺最后还是 白着脸跟她扯了正 刘春芳一拍大腿 天杀的玩意儿 怎么就不让她吃枪子呢 云青山知道 自家老娘只是嘴巴上说说而已 念叨几句也就过去了 这老三就是个芝麻园子肚里黑 不过 刘春芳看着自家三的目光 还是充满了赞赏 他咋就生出这么个聪明的儿子呢 这股聪明劲 像他 眼见着过两天 田里的稻子就能收了 村子里又渐渐忙碌起来 西宝和东子这两个孩子 倒有些无忧无虑的 下午大人都不在家 西宝跟着东子到处去串门 从三妮家经过的时候 看到三妮带着弟弟在院子里玩 东子还特意带着西宝到他面前晃一圈 三妮 哼 三妮不搭理他 将头扭到一边 今天中午的事 他还生气呢 看 这是我妹妹西宝 东子拉着西宝 蹲到他面前 切而不舍地训媚 第七章 西边抓鱼 听到身后传来三妮哇哇的哭声 东子顿时神清气爽 东子哥哥 三妮姐姐 为什么哭啊 西宝不解问道 东子理直气壮 他心眼小 极度西宝长得好看 他绝对不承认是他把三妮对哭的 再说了 他也没说错 以后他们家有长得好看 又乖巧能干的西宝妹妹了 他妈妈一定会更喜欢西宝的 他的灵嘴愿意分给西宝 就不分三妮 东子带着西宝 从三妮家出来后 就直奔小溪边 祥云村有条小溪 还没到夏季涨水的时候 溪水不深 村里大大小小的孩子 都挨在这抓鱼下碗 现在已经是下午三点多了 歇武的孩子早都起来了 纷纷来到小溪边 东子一眼就看到 顺顺和小胖也在人群里 还有不少其他熟悉的小伙伴 他立刻拉着西宝往那边跑 顺顺 小胖 黑仔 阿华 东子边跑边熟忍的一个个喊过去 东子快过来 这里有大鱼 小胖兴奋的朝东子招手 咦 东子 这女娃娃是谁 西宝呢 顺顺和小胖几个 好奇的看着西宝问东子 东子却是哈哈大笑 西宝软软甜甜的喊了一声 顺顺哥 小胖哥哥 我就是西宝呀 两人眼珠子差点没瞪掉 真是西宝 声音是西宝的 可他们早上看到的西宝 明明不是这样子的 他就是西宝 东子得意极了 全然忘记了 自己之前看到西宝堪称换脸后的表情 有多震惊 西宝是怎么变得这么好看 西宝很白 比镇上那些不用干农活的孩子脸都白 穷人的孩子早当家 村里这些孩子 在不会走路的时候 大人要夏天干活 就将他们背在背上 或者放到田沟里 让其自己耍 孩子再大些 田里的农作物一成熟 那多多少少 都是要下地帮忙的 南方夏天湿气重 太阳也大 村里的孩子 整日里在山里田里乱窜 一个个晒得乌溜溜的 很少见过像西宝 这么白金漂亮的孩子 东子说 西宝本来就好看的 之前我姑姑用草汁给他擦脸 才变黄黄的 那你姑姑 为什么要用草汁给他擦脸呢 东子摇摇头 姑姑没说 一旁的西宝看了东子一眼 却没有说什么 其实他知道 妈妈给他擦那个黄黄的 是不想让他被奶奶卖掉 不过这是他的妈妈的秘密 忽然 西宝眼睛一亮 指着不远处 一块黑色石头喊 大鱼鱼鱼 一群人顺着他指的方向看去 果然有条灰黑色个头 还不小的鱼 缓缓停在了石头后 这是一条约莫两斤多重的草鱼 像这样轻的小溪 这样大的鱼 早被大人捞完了 不少人家里孩子多 肉又贵 还得凭肉票买 除了年节没几家舍得买的 有些人家一块肉 都是编了又编 直到黑乎乎再编不出多少油来 才舍得吃掉 溪里的鱼也生得不要钱 谁能捞着就是谁的 家里孩子馋了想吃肉 家里的大人就到小溪里来捞 这地方谁浅 一般看不到个头大些的鱼 今儿出现条大鱼 立刻吸引了所有在溪边玩耍的孩子 东子手里拎着个有镂空的篮子 本来是想带西宝 捡点贝壳鹅卵石什么的玩 这会儿正好用来捞鱼 西宝 你站在岸上别下水知道吗 我去给你抓大鱼 东子仔细叮嘱一声 这才提着篮子飞快跑入小溪中 小溪的水很清 也不深 才到东子他们的腿弯处 有几个十一二岁没有上学的孩子 率先往黑色石头那边摸去 他们故意把几个年纪较小的挤开 顺顺和小胖 一个瘦小一个矮胖 都被人挤出来了 东子才八岁 不过个头却是不小 力气也大 他手脚凌厉 一下子就钻进了圈子里 那块停着大鱼的黑色石头 立刻被四五个孩子团团围住了 谁能抓到鱼 那就各凭本事了 抓鱼一点点风吹草动 都可能叫鱼儿溜走 所以四五个孩子围住石头后 就一点一点慢慢往前挪 有个叫铁山的孩子 鲤鱼最近 他悄悄伸出手去 这时候其他人都不敢动 只是在旁边叙事待发 他们都晓得 鱼可不是那么好抓的 铁山鲤鱼最近 但他没工具啊 徒手抓鱼可没那么容易 果不其然 铁山的手很快 但鱼更快 一下子就从旁边溜过去 这一下可好 一旁的孩子七手八脚一阵捞 有拖了上衣围的 有拿石头砸的 拿棍子敲的 也有像冬子这样用篮子捞的 然而那鱼灵活的要命 摆着尾巴 耍得一群孩子团团转 却一个也没捞着 反而碰撞在一起 纷纷跌坐在小溪里 而那条大鱼早就不见了踪影 按上一些年纪小的 被哥哥姐姐们叮嘱 不要下水的孩子 看得哥哥直拍手 西宝也跟着笑起来 抓鱼简直太有趣了 他也想抓鱼 不敢走到中间 只在岸边这一块 来来回回的躺着 凉凉的溪水冲刷着脚丫子 他笑得眉眼弯弯 西宝 你别下水 快上去 哥哥也要上岸了 冬子看到西宝也下了水 急忙喊了一声 西宝正要答应 忽然脚边有什么东西 轻轻碰了碰他的脚 他低头一看 是刚刚哥哥他们 没抓到的那条大鱼 西宝盯着大鱼两眼放光 想起妈妈做的红烧鱼鱼 馋得直流口水 他有些紧张的 脚丫子溜一圈 好像在跟他嬉戏 西宝立刻弯下腰 直接往自己脚丫子旁一抱 将大鱼抱了个满怀 两斤多重的鱼儿扑腾一下 他扑腾一下 也坐水里去了 却哥哥笑了起来 将怀里的鱼儿抱得紧紧的 晚上可以吃鱼鱼了 西宝 东子见西宝坐在水里 心里一惊 也顾不上找鱼了 立刻朝西宝走来 西宝抓鱼的时候 刚好背对着他 这会儿听到东子的喊声 从水里爬了起来 大哥哥回来 东子自然也看到西宝怀里的鱼了 他几步窜到他身边 让西宝将鱼放到篮子里 这才牵着妹妹的手回到岸上 西宝 你也太厉害了吧 东子忍不住夸道 我们那么多人都没抓到 怎么就给你抓着了呢 西宝说道 是鱼鱼有点笨 自己游到他脚边让他抓 他肯定是不知道 抓到了就会被他吃掉 东子 感觉有被内涵到 鱼笨的话 那他们刚刚几个 怎么都没能抓到 不过他低头看了看篮子里的鱼 一人上了岸 衣服都是搭搭的 他打算带西宝先回家换衣裳 东子想到 妈妈老对他耳提面命 让他不要老往西边跑 说小孩子弄湿衣裳容易感冒 要打针的 他每回都是嘴里应得好好的 转头就忘 不过西宝还小 而且长得这么娇 万一感冒了怎么办 只是两人还没离开 就被几个人人拦住了去路 为首的正是那个大孩子铁衫 东子抬头一看 问道 铁衫 你们干嘛 铁衫眼勾勾的盯着他篮子里的鱼 吸溜一下口水 将一个大人巴掌大的竹筒递过来 说道 东子 我用这些鱼虾和几只螃蟹 跟你换这条鱼成不成 不成 不换 傻子才换 东子又不傻 西宝抓的这条鱼可是能吃的 铁衫抓的都是些指头长的小鱼 虾蟹就更不用说了 没钉点肉 他这条鱼可都是肉 这种鱼虾要用好多油下去炸材香 可谁家那么奢侈 会用油去炸小鱼 铁衫眼睛一沉 猛的将手里的小鱼虾 往他篮子里一扔 伸手就要去抢大鱼 西宝早就注意到他的动作了 一把扑在篮子上 用小身子挡住 哥哥 他要抢鱼 东子挡在西宝面前 跟铁衫纠缠起来 不让他靠近西宝和篮子 这时候 顺顺 小胖 阿华和黑仔 见东子被欺负 也赶紧跑过来帮东子 西边都是孩子 铁衫十一二岁了还没上学 他妈也不管 嘴上训两句就完了 还说也不是什么值钱的东西 至于这么跟孩子计较什么的 久而久之 铁衫就越发无法无天了 他年纪大些 力气也大 为人又滑溜 东子毕竟小他几岁 虽然力气也不小 但还是被灌到好几次 西宝看到东子跟铁衫打起来了 急得不行 提着篮子 就要往家跑去叫大人来 叮铃铃 突然 自行车欢快的声音 在不远处的乡村小路上响起 一道熟悉的身影 缓缓出现在孩子们面前 东子猛的转头 惊喜的喊 大哥 你快来 铁衫他们要抢咱家的鱼 西宝听到了东子的喊声 瞪大了眼睛 看向通往村外那条路 只见一个高高的少年 骑着一辆十分拉风的 二八大杠自行车 冲下小坡 往西边骑来 铁衫几个 听到东子喊声的时候 就已经怂了 云家兄弟个个长得高 可不好惹 见那少年骑着车子往这来 他哪里还敢耽搁 立刻拔腿就跑 东子有四个兄弟 大哥云一鹏和三哥云一成 是大伯云轻松的孩子 二哥云一良和四哥云一成 是二伯云轻薄的孩子 东子是老三云青山的独子 骑自行车冲过来的 就是大哥云一鹏 今年十四岁 在镇上的中学上学 南方人个子普遍不算太高 尤其在这个缺一少时的年代 十三四岁的孩子 很少有一米七以上的 但云家的孩子 个头都很高 云一鹏都有一米七几了 看着就很唬人 也难怪铁山都吓跑了 云一鹏把自行车停在了东子旁边 一双大长腿就能够撑住车子 他望了一眼铁山跑走的方向 骂了一声 真怂 就是个欺软怕硬的家伙 说着他拍了拍自己的后车架子 对东子说道 上来 哥带你回家 要是以往东子准高兴坏了 立刻就爬上去 这会儿 他却是先把傻呆呆 站在一旁的西宝拉过来 对云一鹏说道 大哥 他是西宝 云一鹏浓郡郡的眉微微一条 姑姑家的南西 西宝 本名杨南西 现在已经改为云南西了 西宝跟云一鹏不太熟 有些怕生 悄悄躲到东子身后 云一鹏已经听说了 姑姑离婚的事情 小的时候 家里人都要忙着下地正公分 他是姑姑一手带大的 跟姑姑的感情最深 这次也是他想回来看看姑姑 云一鹏将车停好 走到西宝面前 将他抱了起来 这跟三岁小娃娃一样瘦小的身高 和轻飘飘的重量 让云一鹏暗暗皱眉 脸上却是笑盈盈的 这就是我们家可爱的西宝呀 我是你云鹏哥哥 你以后跟着东子叫我大哥就行 西宝看着笑得如沐春风的云一鹏 胆子也大了些 软软喊了声 大哥哥 云一鹏顿时心花怒放 见西宝盯着他的自行车 忙到西宝想不想坐 西宝眼睛放着光 我可以坐吗 怎么不行 走 大哥哥带你 云一鹏抱着西宝 放在后车架子上 不过西边都是沙子不好骑 他推着就要离开 被忽略了个彻底的东子 大哥 还有我呢 以前大哥他们回来 他的后车架子 可是他的专属 不过看着西宝兴奋的样子 算了算了 看他没见过世面的样子 就让给他坐好了 云一鹏推着自行车 转身看了东子一眼 你二个 他们都在后面走着 一会儿 你和他们一起回去 他一个人带两个个头不小的兄弟 可真废腿 往祥云村这边近来一段 都是网上的斜坡 只能让一成他们自己走了 那行吧 不过这鱼快死了 大哥咱们先带回家杀了吧 晚上就吃鱼 东子将整只篮子递过去 云一鹏这才想起来 刚刚东子好像是 还有人抢他们家的鱼来着 鱼 你抓的 云一鹏有些惊讶 东子摆摆手 不是 是西宝抓的 真的 云一鹏虽然有些不敢相信 不过东子向来诚实 他看着后座上 露出一点点羞奶之色的西宝 不令夸赞 咱们西宝可真厉害啊 西宝漂亮的眼睛 顿时闪出光来 眉眼弯弯的样子 可真好看 第九章 东子是个炫魅狂魔 云一鹏骑着自行车回家 后面还载着东子和西宝 叮铃铃 叮铃铃铃 清脆的铃声响彻相间小鹿 西宝两只小手抓着大哥哥的衣角 小脸舒展 三人回到家的时候 家里除了云素青准备淘米做饭外 其他人都去了田里还没回来 东子和西宝自告奋勇 要给云素青看火 云一鹏往院子里走了一圈 发现水缸里没多少水了 就挑了水桶出去担水 没多久 院子的大门又被推开了 大哥 东子 我们回来了 率先走进来的是一个长着国字脸 浓眉贱目的少年 少年是老二云青伯的大儿子 小辈里也是排第二的云一粮 他长得比较像他爹云青伯 今年十三岁 跟云一棚差不多高 力气可不小 他先放下均绿色的鞋垮包 而后到院子里转转 看到有些柴河胡乱堆放在院子里 忙将柴河抱到柴河堆里马好 跟在他身后的是个十分活泼的少年 天生一张娃娃脸 笑起来脸颊有个小小的酒窝 特别讨喜 这是排行第三的云一成 兄弟三人这次放暑假托了三叔一个朋友的关系 都去了林镇一个火柴厂做点零工 这次是发工资了 放了一天假 兄弟三人就一起回来了 东子和西宝从厨房里跑了出来 云一粮和云一成一眼就看到那个 白的会发光一样的陌生小姑娘 见二哥三哥都盯着西宝 东子赶紧又将西宝介绍了一遍 二哥三哥 你们别看西宝还小 他可厉害了 我跟你们讲 东子把这两天西宝跟他们上山 发现许多野菜和去西边捉到大鱼的事 都跟两人说了 这时云一鹏刚好挑水回来了 就听到他在跟阿良和阿诚说西宝的壮举 不免忍俊不惊 刚刚他就听了一路 回来东子又跟姑姑说了一遍 他这都听了第三遍了 听到云一粮和云一成发出惊叹声 并夸了西宝 东子满意了 西宝则已经从一开始的害羞 到现在高兴地接受这份赞誉了 等晚些 云树怀 刘春芳 和云青松三兄弟回来 东子又炫耀了一把西宝妹妹的事迹 果不其然 两人又得了几句夸赞 东子彻底成了炫魅狂魔 而今天一天 西宝的心都是飘在天上的 他从来都没得到过那么多的夸奖 那种欢喜的感觉 让他晕乎乎的 跟喝醉了酒似的 只会呵呵傻笑了 云肃青没有做红烧鱼 而是做了鱼汤 今天是周五 孩子们都从镇上回来 这鱼才一两斤重 做红烧鱼一人都吃不了两口 他索性烧了鱼汤 云肃青的手艺是极好的 在杨家这些年 他的手艺是练出来了 周婆子是个吝啬小气的 哪里舍得用那么多的油来做饭 多放一点油 那可是要挑剔念到半天的 而杨木匠和杨复顺兄弟 又都挑嘴 云肃青每日里做一顿饭 都要花好些心思 既要省油又要好吃 还真不是一般人能做到的 不过他心思巧 这么些年来 也练出了极好的厨艺 这小小一条鱼 做出来的汤可是不少 乳白色的汤上面 飘着少少的油花 撒上一把鲜绿的小葱花 颜色漂亮的不行 喝上一口 味道更是鲜的 让云家人 差点把舌头都给吞了 小妹 你做的鱼汤 咋这么好喝呢 云青伯呼噜噜小半碗喝下去 感觉肚子更饿了 明明晚上 还是像以前一样吃饭 今儿还多喝了一碗鱼汤 云青松话不多 但同样不比 云青伯慢多少的喝汤速度 就能看得出来 他也觉得好喝 小妹 你这鱼汤做的一点都不行脸 还特鲜 大嫂想学 过一阵下讯息里 涨水抓到鱼的话 我再教你做 云素青笑着说 家里的饭菜 一般都是大嫂正初梅做的 跟别人家一样 这会儿村里的人 只管能不能吃饱饭 可没心思去研究 怎么让饭做的更好吃 鱼正初梅也烧过 吃下去一股土腥味 刺还多 所以家里的孩子 其实并不怎么爱吃 不过别人家也都这么做 没人觉得有什么不对 好歹也是肉 总归能解点馋 他是真不知道 原来鱼汤也能做得这么好喝 一家子大人 每人只得小半碗鱼汤 吃得口舌生津 孩子却是一人咬了一碗 一个个意犹未尽 饭后 云一鹏兄弟几个 相互看了一眼 要不 咱明儿不去牛尾间了 去抓鱼 姑姑做的鱼汤 把几个人肚子里的馋虫 给勾了出来 西宝间所有人 都在夸妈妈鱼汤做的好喝 西宝赶紧跟哥哥们献饱 东子说 姑姑做饭那么好吃 你怎么不吃多一点 瞧你这么瘦这么小 三尼的弟弟跟西宝同岁 都比西宝高了快一个头呢 还壮实 西宝五岁半 看起来跟村里三四岁的娃娃 差不多高 西宝低下头 奶奶不让西宝吃太多 说给西宝吃浪费粮食 云一鹏很生气 胡说 简直太可恶了 西宝吓了一跳 西宝没有胡说 云一鹏见下到西宝 忙安抚道 大哥哥不是在说西宝 以后西宝在咱们家 想吃多少就吃多少 东子拆台 大哥 粥喝多了 晚上一直起好难受的 那你不会多吃地瓜吗 地瓜吃多了 爱放屁 东子刚说完 就听扑的一声响 一群人齐齐看向他 东子的脸都占红了 西宝和哥哥们顿时哈哈大笑 方才那么点伤感愤怒 都消失无踪了 兄弟几个最后商量了一下 决定还是上山去 且不说这大鱼难遇上 就算遇上了也不好抓 况且 他们明天还要去县城 暑假很快就会过去 他们得多壶点火柴盒 多挣点钱好交学费 还有阿陈治病 也要好多钱 这次他们回来 其实是想摘点鞭子 去临阵脉 第十章 玉蛇 鞭子 其实村里的人更愿意叫他种泥 他还有个好听的名字 叫陶金娘 七八月份 正是陶金娘大量成熟的时候 村里的孩子 把他当小零食 紫黑色的鞭子是成熟的 又黑又甜 十分好吃 青色红色的鞭子 则还没熟 色得很 镇上的孩子比较少见到这些山上的野果 他们打算这次回来就摘一些去脉 听镇上的大人说 鞭子还可以酿酒吗 刚刚冬子也说 要去牛尾间那边 他们也觉得那里的鞭子好 又大又黑 鞭子数还特别多 不过因为路远山高 其实村里比较少人会往那去 打定主意 第二天早上 云一鹏和云一粮 云一成就各自戴上了一个蛇皮袋 和两个大蟹的竹篮 冬子和西宝 也都提了小篮子往山上去了 顺顺和小胖 在后山会合 三尼也想去跟着云家哥哥们 回来后 他们肯定要分自己不少果子的 只是奶奶叫他在家看着弟弟 他都不能跟着去了 其实看到西宝也跟着去山上 三尼是有些心动的 他弟弟淡淡年纪跟南西差不多 南西能去 淡淡也能去 冬子听他这么说 不由笑了 西宝走不动了 我哥他们能轮流背着他走 你弟弟去了走不动 你要自己背吗 三尼不说话了 他当然不可能背淡淡的 他自己还走不动吗 不过叫云家哥哥们背 那也是不能的 他跟他们不熟 至于顺顺和小胖他们的哥哥姐姐 那就更不可能了 一群大的小的孩子 浩浩荡荡往山上走去 场面颇为壮观 西宝贝为首的大哥哥牵着 心情激动得很 他在水阳村的时候 从来都是孤零零一个人 很少有孩子愿意和他玩的 可是自从到了外婆家 他就不再是一个人了 有这么多的哥哥姐姐们都和他玩 还特别照顾他 他都没走累 哥哥姐姐们都争抢着抱他 顺顺的哥哥 还送了他一支自制的竹子枪 这支竹子枪不是很大 但打出来的声音脆响 把东子羡慕的直流口水 到了牛尾间的时候 成片紫红色的花 开得异常热烈 漂亮极了 紫黑色的桃金羊又大又饱满 手一碰就往下掉 咬一口 紫红色的汁水 躺得满手都是 把西宝白嫩嫩的小手 染成了红色 西宝臭美的把指甲染成了紫红色 趁着白白的小手 漂亮极了 云一成不像大哥二个 老老实实摘着脸子 他比较跳脱 这边钻钻那边窜窜 活像只回归山林的野猴子 不时摘几朵漂亮的野花哄西宝 就在刚刚 他又朝一处地方钻去 大哥二哥是不管他的 他们都在山里也惯了 一会儿 阿诚自己制道路过来 他们只是 看着东子和西宝别乱跑 就在这时 原本悠闲地蹲在一块石头上 摘花丸的西宝 突然站了起来 紧张地四处张望着 喊了起来 三哥哥 三哥哥你快回来 西宝 怎么了 大哥哥晕一捧 就在西宝附近摘着脸子 不敢离得太远 这会儿听到西宝着急的声音 连忙走了过来 西宝从大石头上翻身滑了下来 云一鹏赶紧上前接着 大哥哥 有大蛇追三哥哥 快叫他回来 云一鹏脸色一变 阿良 你去把阿诚找回来 他没多想 以为西宝站得高 看到阿诚的情况 石头是顺顺的哥哥 胆子可比顺顺大多了 他一听西宝的话 就自告奋勇 和云一良去找云一诚 他刚刚看到 云一诚往哪个方向去了 等他们俩顺着云一诚钻过去时 留下的痕迹找过去 不一会儿 果然在一棵树下找到了他 石头疑惑了 没有蛇呀 蛇 什么蛇 云一诚听到动静转过头来 随口问了一句 然后兴奋地指着树上说 你们来得正好 我找到一个鸟窝 那鸟窝里有鸟蛋 他正要爬上树掏鸟蛋呢 他们就来了 石头一听 哪里还记得起来 自己来干嘛的 男孩子天然地喜欢捣咕这些玩意儿 尤其鸟蛋还能吃 看到了还能放过 云一诚也凑了过去 他撸起袖子就要上树 比云一诚和石头还要急 二哥哥三哥哥 石头哥哥 别爬 西宝焦急的声音 从三人背后传来 云一鹏放下西宝 飞快上前 将三人脱离了那棵树 大哥 我们没看到蛇 西宝可能看错了 树上有一窝鸟蛋 我先上去掏掏 云一诚的话 突然就卡在了喉咙里 石头和云一诚 也一脸惊恐地 看着那个鸟窝 上方 他们站在西宝和云一鹏 站着的地方 从这里看过去 能够清楚地看到 那个鸟窝的上方 一条黑色 长着三角撞脑袋的蛇 丝丝吐着杏子 很明显 他也描上了那窝鸟蛋 刚才他们站在树下 由于阳光的反射 蛇又是黑色的 盘根在树上 跟树枝差不多 他们根本没看见 这要是上去 连闪都没地方闪 免不了被咬 那条蛇明显是有毒的山蛇 云一城三个人 都吓出了一身冷汗 还 还真有蛇呀 云一城看向云一梁和石头 之前 我以为你们吓我呢 这可不是我们说的 是西宝说的 云一梁和石头 可不敢邀功 刚刚如果不是西宝和大哥 追过来阻止 他们仨可能都要被蛇咬了 站在一旁 没有说话的云一鹏 深深看了西宝一眼 回头把冬子等人都喊上 准备下山回家 这里的脸子的确很多 这才多久 他们都把带来的袋子和篮子 都装满了 一群孩子爬上爬下大半天 一个个热得直喘气 这会儿听到水声 怎么也走不动路了 这里的水是山泉水 干净又清甜 我们去喝点顺便洗洗脸 可热死我了 一群孩子 脸上被太阳晒得 一个个黑红黑红的 衬得西宝白嫩透粉的小脸 越发显眼 小胖姐姐羡慕地摸摸西宝的脸 西宝这皮肤可真白真好看 看着就像城里的娃娃一样 对外人的夸奖 西宝还是有些害羞的 见大伙都坐在水边喝水洗脸 他也不渴 就坐在一边 一双乌溜溜的大眼睛四处瞅着 忽然 不远处有什么东西闪了一下 西宝走了过去 好奇地拨开草丛 第十一章 去镇上 云一鹏兄弟四人 摘的脸子很是不少 回家用秤杆一撑 竟然有二十多斤 可真是不少了 云一鹏给西宝和东子留了两三斤 这玩意儿不洗的话 能放几天不会坏 也够俩小的吃了 其他的 他们准备带去临阵卖 啥 这玩意儿满山都是 竟然有人花钱买 刘春芳惊讶 云一鹏笑道 来 这镇上的人很多 都在厂子里做事 哪有空上山踩脸子去 再说了 他们那边的山兴许 就不长脸子呢 这临阵可是有个小吉的 我上次还见有人 踩了鱼干果去卖 还挺好卖的 这回我们才想着 也带些脸子小吉上试试 小吉是他们东阳镇上也有 这两年也不抓投机倒把了 村里人渐渐地 逢四逢九就是一次小吉 人们会在那天 带着要换药买卖的东西 去集市上 刘春芳还去卖过几次鸡蛋呢 那就试试吧 反正都是些山里的东西 就算卖不出去也不打紧 对了 这快九月了 到时候开学 你们可得早两天回来知道不 刘春芳交代了一句 云一鹏三兄弟硬了 第二天 西宝还没醒的时候 云一鹏他们 就又骑着自行车走了 西宝醒来的时候 听到三个哥哥都走了 不由有些失落 虽然才相处一天 可他真的好喜欢家里的几个哥哥啊 云青山见西宝搭拉着小脑袋 一点也没昨天活泼欢快的模样 心下一动 问道 西宝 舅舅今天要去镇上 你要不要 西宝眼睛舒然一亮 去镇上 我听牛娃说过 镇上很热闹 人很多 对不对 舅舅 对 西宝想去看看吗 西宝点点头 想去 顿了顿 又说道 很想很想那种 他从来都没去过镇上 云青山忍俊不惊 那西宝赶紧吃饭 舅舅一会儿带你和东子 先去镇上找你三舅妈 你三舅妈还没见过西宝吗 三哥 你今天还要赶去同城 要不就云素青本想着怕他麻烦 让他别带西宝了 可看到西宝欢喜的模样 又有些说不出口 云青山逆他一眼 你不是不知道 文丽多喜欢小姑娘 咱西宝 长得又乖又漂亮 上次文丽 就念叨着 要见见西宝了 你不让西宝去 他见不着人 非得跟我急 云家三舅妈叫徐文丽 名字文雅 人的工作也好 是镇上小学的老师 家里也是镇上的 家庭条件还是挺不错的 当初会嫁给穷乡村的小子云青山 还当真惊呆了不少人 过几日 学校就要开学了 许多工作要开始准备起来 加上徐文丽娘家妈不小心摔伤了腿 徐文丽这一阵 就住在娘家就近照顾着 龙芒刚过 云青山也闲了闲 不时镇上家里两边跑 东子好些天没见他妈了 心里也想着呢 听他爸说 要带他和西宝去镇上找他妈妈 云青山带着不少家里种的东西去月家 又带着东子和西宝 便去村口坐了牛车 赶车的是村委的阿旺 他腿脚有些不好 早些年纪里穷也没娶上媳妇 如今就靠着闲暇时赶烫牛车挣些小钱 养活他那个捡来的小孙女 阿旺爷爷 东子礼貌的朝云阿旺喊了一声 他手里牵着的西宝 也乖巧地跟着他喊了人 阿旺看到西宝 浑浊的眼睛微微一亮 哟 这是哪来的小仙女啊 阿旺爷爷 这是我妹妹西宝 东子认真地跟阿旺爷爷介绍 整个祥云村也不大 云树怀家的闺女离婚了 还带着个女娃 回来这件事 阿旺也听说过 倒是没想到 这女娃这么好看 一双眼睛又大又圆 乌溜溜的 特别灵性 脸儿虽瘦 但天挺饱满 面相看着就是个有福的 云青山将东西都放上牛车 又将西宝抱了上去 东子早就自己爬上去找好了位置 他们来的算早的 后面又陆陆续续来的几个村里的大娘 和年轻媳妇 都是提了一篮子鸡蛋 或者挑一筐水灵灵的青菜 要去小集上卖的 一群人先是跟云青山打了招呼 见东子和个年华娃娃一样的小姑娘 排排坐着 不由诧异 这是肃清那小闺女 云青山点点头 关于西宝的话 却是不愿多说 王沈那天是见过西宝的 小脸黄黄的 眼睛大大的 看起来瘦得有些脱象 加上一头乱糟糟的头发 模样并不好看 可这会车上的小姑娘 梳着两条麻花辫 用红头绳打了个蝴蝶结 小脸又白又嫩 大眼睛高鼻梁小嘴巴 哪一处都好看 和那天简直换了个人一样 王沈有些猛 这才几天 变化怎么这样大 都说三个女人一台戏 等到牛车出发的时候 牛车上都能开好几台戏了 一群女人叽叽喳喳的说着 东家长西家短的 不多时就将话题扯到了西宝身上 也是个可怜的 听说杨家兴娶的那个都怀上了 周婆子在他们村里到处嚷嚷着呢 且瞧他那得意眼 跟谁没怀过似的 没脸没皮的玩意儿 他儿子偷人怀上的 他好意思炫耀 就是可怜了这孩子和素嗨嗨 一群人说着说着 忽然意识到 车上还坐着云素青的哥哥 可能觉得背后说人家的闲话不太好 一时间车上安静了不少 云青山一路上到没说什么 到镇上 他们不去急事就先下了车 他一手抱着西宝 一手拎着东西 吩咐东子跟上 一直到三人离开 牛车上的人才狠狠地松口气 妈呀 这云家老三也没说什么呀 就那么处在那 他们后来连话都不敢大声讲了 感觉心口压了块石头似的 连喘气都要悄悄咪咪的 这会儿他一离开 他们才舒坦起来 翠 他云素青都敢离婚了 还怕人说不成 吴大娘嘀嘀咕咕地说了一句 车上却没人附和他 他不由撇撇嘴 旁边的人暗暗冷笑 你有能耐说嘴 刚刚怎么不当着云老三的面说去 直到看不见牛车了 云青山才仔细地看了看西宝的神色 第十二章 三舅母 经过这几日相处 他发现这孩子其实颇为早会 心思也更为敏感 刚才那些人的话 只希望他别听进心里 西宝 我看你在车上嘴巴一直在动 可是偷吃什么好吃的了 云青山挑了个轻松的话题 笑眯眯问道 没有舅舅 西宝没有偷吃好吃的 我是在跟自己说话呢 东子也点点头作证 西宝没有在吃东西 我看着呢 云青山笑道 那你自己跟自己说什么了 不听不听 王八念经 西宝有些羞懒的低下头 刚才的大娘和婶婶们 在说我和妈妈的事 我不想听 东子一脸茫然 王婆婆他们说姑姑的坏话了 西宝你怎么不告诉我 东子懊恼 他一坐上牛车 就被路边的景物给吸引了过去 他看到村子路边那棵大树上 有只独角仙 旁边一群大妈叽叽喳喳的说话声 在他听来 还没有树上那群小虫子的叫声好听 西宝眨眨眼 可是我也没听到呀 他一直在很认真的跟自己说话呢 后来就没听见了 东子煞有结实的点头 对哦 其实我也没听到 他们太吵了 西宝点点头 云青山起初听着西宝的话 有些心酸 到底经历了多少这样的闲言碎语 他竟然会这样自我调节情绪 可后面听着两个娃娃的对话 却又有些哭笑不得 看西宝神色如常 的确是没受影响 他才放下心来 小妹离婚是事实 被人议论几句也正常 毕竟这种事在村里算是十分罕见的 有些人家打得闹闹一辈子 不也一样过 他只怕西宝还小 会受流言的伤害 好在 西宝比他想的还要豁达 云青山颠了颠 将西宝抱得更稳了 西宝看着舅舅脸上的汗水 忙抬起袖子 帮他擦擦汗 舅舅 你累了吧 西宝大了 不用抱抱了 舅舅手里还提着很多东西呢 肯定很重 哎 小丫头怎么就这么贴心招人疼呢 云青山忍不住蹭蹭他的小脸 舅舅不累 舅舅不让西宝下来 他就只能鼓着小嘴 呼呼地给舅舅头上吹凉风 一不小心 口水连着嘴巴吹出来的风呼到了舅舅脸上 西宝有些心虚 忙抬手擦了擦 云青山 东子在一边笑 这会儿已经是中午了 天上不知什么时候聚着层屋云 天气又闷又热 看着可能会下雨的样子 走一会儿就汗津津的 云青山提着不少东西 身上的衬衫都湿透了 三人从大街上拐进一条巷子里 不一会儿就停在一座石头器的平房前 眼前的房子还没云家一半大 但对于镇上的人来说 有这么个房子条件不算差了 徐文立打开门的时候 一眼就看到云青山怀里抱着的 白白嫩嫩娇娇软软软的小姑娘 她眼睛一亮 这谁家小可爱啊 她是个严控 不然当初凭着她的工作和家庭条件 怎么也不会嫁给穷小子云青山 只第一眼 娇猛可人的小西宝 就入了这位三舅妈的眼 云青山笑道 三舅妈 三舅妈好 西宝甜甜的喊了一声 相处了几天 西宝心里真正把外公外婆和舅舅们 当做了自己的家人 她知道三舅母就是东子哥哥的妈妈 一点也不害怕 反而觉得亲近 因为三舅舅和东子哥哥都是除了妈妈外 她最熟悉最亲近的人 徐文立听着这么软软甜甜的喊声 一颗少女心都要被门化了 快快 让我抱 让我抱 徐文立直接将西宝接过来 双眼透着欣喜 这娃娃好拿好门哦 好想偷香一口 不过才第一次见面 徐文立趴下着西宝 克制着自己的热情 她抱着西宝 就往屋里走 被晾在门口的云青山父子 东子悠悠喊了声 妈 徐文立一个机灵 脚步一顿 转过头来 扬起一个大大的笑容 哎 宝贝咋 你怎么也来了 东子 还是不是亲妈了 她这么大个人就站在门口 他妈竟然没看见 徐文立反身回来 一手牵起儿子 浑身上下都透着欢快 走了 妈妈可是攒了好多好吃的 给我宝贝儿子 当然也有西宝一份 徐文立三两句话 就把东子受伤的心灵 拯救回来了 云青山提着一袋子东西 跟在一大两小身后 轻烈的眉眼温柔潜全 青山来了 徐文立的母亲 是个眉目慈合的老太太 她主着根拐杖 走上前来 看到云青山提着的大袋子 不由称怪道 来就来了 怎么带这么多东西 这年头日子都不好过 都是些家里种的菜 也不是什么好东西 云青山回了一句 便将东西搬去了厨房 徐母知道云青山的性子 也不多说 家里虽也不富裕 却终归比云家好过些 等文立回去的时候 再多买些实用的东西 给他带回去 他转过头去 就见徐文立 抱着个标志的小姑娘 走了进来 东子蹦蹦跳跳地跟在后头 老太太顿时就笑了 东子 姥姥的心肝 快过来姥姥看看 东子身子抖了抖 偷偷去了西宝一眼 姥姥这样叫 还怪让人难为情的 徐母拉着东子上下看了看 点点头 又长高长壮实了 说着又去看 徐文立怀里的西宝 哎哟 这孩子咋长得 跟观音做下的同女似的 真水灵 谁家的孩子 这是 是我小姑子的女儿 叫西宝 徐文立说着 终于忍不住 在西宝脸上偷香了一口 才把她放下来 笑眯眯道 我去拿糖给你们吃 说买小孩什么的 她在行 用糖红准错不了 徐母见过云素青 那是个温柔又貌美的姑娘 她离婚的是 上次青山来的时候 跟文立提过一嘴 那孩子是真不错 娇出来的小姑娘 也乖巧娇憨 怪让人疼的 可惜 都是命啊 改天她腿 好些得帮着在镇上瞅瞅 有没有合适的人家 第十三章 县城探望四哥哥 徐文立家人口简单 早几年 徐父就过世了 他还有个哥哥叫徐文斯 不过他并不住镇上 今儿赶得不巧 徐文斯领着妻儿 昨天就去了隔壁红梅镇 云一鹏兄弟三人 就是在红梅镇做的灵活 午饭是徐母做的 他特意给西宝和冬子 做了两碗面线 碗里各握了一个蛋 上面淋了几滴香油 馋得冬子和西宝口水直流 两个小家伙 把满满两碗面线 吃了个底朝天 西宝是头一次吃面线 没忍住 肚子吃得滚圆 他偷偷对冬子说道 这面线好香啊 冬子笑嘻嘻地说 那是当然 这可是好东西 咱们村里 只有那些伤了宝宝 要补身体的婶婶 才能吃上它 西宝似懂非懂 不过 这一碗面线 可把西宝的心收服了 没多久就跟着冬子姥姥 长姥姥短地喊 喊得徐母眉开眼笑 没一会儿就心干肉地叫上了 冬子听了 不由瞅瞅西宝 西宝也瞅瞅他 两个人抱着圆鼓鼓的肚子笑 徐母瞅着 西宝身上灰秃秃的 明显是用大人衣裳改的小衣服 怎么瞅怎么不顺眼 非得亲自操刀 给西宝做一套衣裳 先前 他可也是镇上服装厂的工人 采了好些年的缝纫机 做件衣服 对他来说十分简单 吃过午饭 云青山准备赶下午的车去县城 徐文立将中午灶上做的一些饭菜 装在盒子里 拿给云青山 这些给二哥和二嫂他们带去 让他们别担心 阿晨的医药费 咱们一起想法子 总归的好好治才是 这次云青山去同城 就是为了云一臣治病的事 当初云青薄的媳妇林真 怀着阿晨的时候 寒冬腊月的 挺着个大肚子 去西边洗衣服 不小心踩滑了脚落水了 导致阿晨早产 加上进了寒气 身体一直有些弱 几乎每年冬天都要病上一场 前一阵接连下了好一阵的雨 阿晨不小心染了病 身子又不好了 镇上医院开的药 吃了好些也不见好 家里人都让把阿晨 送去县城的医院看看 前些日子 家里刚收了道子 只能留二嫂一个人 在县城照看着孩子 二哥云青薄 昨天下午已经赶过去了 云青山打算今日去看看 顺便办点事 原本他是打算 把冬子和西宝留在徐家一天 等他回来再接走的 可知道 他要去县城医院看阿晨 西宝一反常态 央着他要跟过去 西宝一向乖巧又听话 今儿去是怎么都要跟着他 徐文力拿糖红也不管用 冬子也好说歹说 他就是扒着云青山的裤腿不放 云青山想到了 昨儿一鹏跟自己说的话 眸光微闪 他抱起西宝说道 纳成 你阿晨哥哥一个人 没有玩伴也孤单 我带你去陪他说说话 徐文力看着小西宝 有些担忧道 西宝还小 带他去医院不大好 云青山低声说道 放心 我有分寸 徐文力也就不再劝了 青山是个极聪明 做事也有分寸的人 他听他的就行 为了不耽误时间 他把也想跟去县城的冬子 给拎走了 通往县城的汽车 晃晃悠悠颠颠勃 差点没把人咬散架了 好在东阳镇离县城 也就两个小时车程 路上云青山都不敢放松警惕 紧紧抱着西宝 这时候车上小偷小摸特别多 不过云青山身上没带什么钱 自然是不怕什么 他身上也只带了西宝这么个宝贝 一路上西宝倒是很兴奋 他从来没坐过汽车呢 可比坐牛车有意思多了 就是人有点多 有些人连积压都带了上来 还有晕车的 这会正是夏天 汉味夹杂着各种各样的味道 整辆车里的气味就有些一言难尽了 摇晃了两个多小时 车终于抵达了县城汽车站 县医院离汽车站不算太远 云青山带着西宝走了半个小时 也就到了 现在是下午两三点 医院楼下是门诊部 声音有些杂乱 到了二楼住院部就好些了 不少病人还在歇息 就显得安静不少 云青山刚走上来 就看到走廊的长椅上 坐着的一道熟悉的身影 长椅上和地上都躺有人 二嫂 她轻轻喊了一声 走近一看 地上打了个地铺 她二哥那么大的个头 正蜷缩在地铺上 旁边的长椅上 云一尘躺在上面 一张脸很是苍白 唇上都没什么血色 林真抬眼一看 憔悴的脸上露出一丝笑容 青山啊 你怎么来了 家里的活儿 可还忙得过来 忙得过来 二嫂不用担心 小陈的身体怎么样了 她看了一眼 躺在长椅上的云一尘 有些心疼 没有床位了吗 林真点点头 是啊 医院里每天那么多人 床位早没了 她心下叹口气 其实是他们没钱也没关系 能有个角落窝着 已经不错了 看看这走廊上 又何止他们一家这样 云青山没有多说什么 只将从家里带来的东西 和徐文丽 让他带着吃食拿了出来 都是中午 那会儿做的 你们先吃着垫垫肚子 林真麻利地收好了东西 这才看向 一直站在床边 看着云一尘的小姑娘 这是西宝吧 她已经从自己丈夫那儿 听说了小姑子离婚的事 哎 最近家里出的事 可真不少 西宝看了一眼林真 喊道 二舅妈 林真应了一声 声音里也没多大热情 她已经被小儿子的病 折磨得有些心力焦脆 转头对云青山说道 怎么把她带来了 医院又不是什么好地方 来来回回的路上又颠簸爱 她在杨家那么些年 连镇上都没去过 这次是我疏忽了 云青山没有解释 爽快地认了错 毕竟是小叔子 而且她知道这个小叔子 十分聪明有主见 也就没多说 转头去喊云青白 她昨儿看了阿晨一夜 天亮的时候瞇了会儿 吃了饭又睡着了 这会儿也该起了 一眼就看到蹲在一边捧着脸 百无聊赖看着她的西宝 云青山小心脏扑通扑通的 差点没吓到 喉咙微痒 不由咳嗽起来 一张苍白的脸 因用力的咳嗽而微微涨红 倒是显得气色好了不少 西宝忙跑到她身边 小手轻柔地拍拍她的背 哥哥乖 西宝拍拍就好了 可能是心理作用 云青山竟然真的觉得 先前憋们的胸口舒服多了 不一会儿就停止了咳嗽 第十四章 四哥哥想家了 她微微抬起头 有些好奇地看了一眼这个妹妹 她小小的一只 眼睛大大的 眼瞳很黑 像村里的娃娃们 喜欢玩的黑色玻璃珠 一样漂亮 眼睫毛也长长的 好像小刷子 真可爱 这时西宝抬头冲她笑了笑 云一辰连忙撇开头 眼神躲了躲 脸颊有些红 糟糕 头盔被人抓包了 云家人长相都不差 云家几个男孩 也各个浓眉大眼 长相端正 云一辰长得比哥哥们要俊秀些 因为常年生病的原因 她不像村里的孩子们到处也 性子内敛一些 不爱说话 小辰醒了 云青山走过来 林真让开了位置 拿上带来的饭区热一热 轻薄午饭吃得少 这会儿她是饿了 云一辰看到云青山 脸上不由多了几分欢喜 三叔 云青山摸了摸她的头 指着西宝说道 这是你姑姑家的西宝妹妹 她特意让我带她来看你呢 云一辰脸上的笑容扩大了几分 谢谢西宝来看我 西宝歪了歪脑袋 那四哥哥能不能快点好起来 跟西宝一起玩 我和大哥哥 他们去山上摘了好多碾子 等回去了 西宝分四哥哥吃好不好 云一辰心里暖乎乎的 忍不住 学着云青山的样子 也摸了摸西宝的头 他的头发有些黄 但细细的 软软的 摸起来很舒服 好 等四哥哥病好了 也带西宝去山上摘果子 云青博醒来的时候 两个小家伙 已经嘀嘀咕咕说道 一起去了 西宝抽空跟他打了声招呼 又从自己的小口袋里 掏出不少小玩意儿 跟云一辰分享 还主动跟他说起自己和冬子 他们上山挖野菜 去西里捉鱼的事 他听冬子说了好几遍 早就能会声晦涩的附属了 云一辰听得惊叹连连 西宝 你可真厉害啊 等回村子 你也叫我捉鱼好不好 西宝高兴极了 连连点头 云青博看着云一辰 比平日里活泼些 脸色也红润了些许 心里头的阴霾也散了不少 二哥 小陈的情况怎么样啊 谁能想到大夏天的 只是淋了一场雨 小陈却突然病得那么严重 一度烧到昏迷 已经不再发烧了 不过医生说 他的情况可能还会反复 需要多住院几天 观察云青博神色尖 有些为难 这县城的花销是真的大 这些年为了给阿陈看病 他们两口子都没攒下过钱 就连大哥大嫂 还有三弟四弟都帮了许多忙 然而 阿陈这病就是个无底洞 也不知什么时候是个头 但要他们两口子 眼睁睁看着阿陈被病痛折磨 他们做不到 所以现在他才会这么为难 阿陈的病要看 可他们却没钱 云青山拍拍自家二哥的肩膀 这一刻 高大的汉子背脊 都被沉重的医药费压弯了 钱的是 我们一起想法子 给小陈治病的事 可不能含糊 云青博眼眶有些红 想说些什么 孽如着 却又不知道该说啥 二哥 咱们可是兄弟 小陈也是我这儿 云青山笑着说道 后来云青山低声说了句什么 两人便站远了些 西宝听到两人的谈话 转头看了一眼 小声问道 四哥哥 二舅舅没钱给你看病吗 云青山神色一顿 垂下眸子 我的病一直好不了 要花好多好多钱 他以前看着爸爸妈妈那么辛苦 为给他治病四处奔波 心里难受极了 前一阵他昏迷的时候 迷迷瞪瞪间 听到妈妈在哭 他很想说 要不就不治了 可他没有那个勇气去说 不治 可能会死掉 他很想很想活下去 想跟哥哥们一起上山下河 去田里给爷爷奶奶爸爸妈妈帮忙 他还想回到学校读书 读书是一件很有意思的事情 上学期 他虽然经常阴病要请假 可他的功课一点都没落下 期末考他还是班里第一名 这段时间 他已经把三哥以前二年级的书 都看了一遍 云一辰想着想着 眼泪就忍不住往下掉 我想回家 西宝眼泪也在眼眶里打转 却还忙着安慰他 四哥哥别哭 你哭了 我也想哭 不一会儿 林真就热了饭回来 云一辰赶紧擦擦眼泪 小声对西宝说 西宝 你千万别告诉我妈 他会难过的 西宝点点头 林真回来后 云青山又坐了一会儿就要离开 他吩咐西宝在医院等他一会儿 晚些就来接他 西宝却是不干 一双大眼睛可怜巴巴的盯着云青山 生怕他丢下自己走了 林真一脸稀罕 西宝倒是跟你三舅舅亲 云青山听了 忍不住笑 这小丫头 张我一天了 不过他今天到县城 可不仅仅是为了看望云一辰 还有其他事情要办 他抱起西宝 走到一边打算好好跟他说 他晓得西宝能听话 只是尖也不知怎定 一直黏着他 哪知他还没开口 西宝却是从他小衣上的衣兜里 掏出一个小东西递了过来 小声问道 三舅舅 这个东西能不能卖钱 他以前见水阳村村长家的王奶奶 就有个金灿灿的耳环 小小的细细的 牛娃说 王奶奶那个耳环是金子做的 老值钱了 他捡到的这个东西 也是金色的 但跟王奶奶的不太一样 不知道是不是牛娃说的金子 云青山看着西宝手里 黄灯灯的金灿子 不由一脸惊讶 你这东西哪来的 西宝老实说道 我在山上捡到的 就是跟大哥哥他们摘脸子那天 在草丛里捡到的 不过他谁也没告诉 云青山接过来仔细看了看 发现这金灿子特别诚实 上面的花纹都挺新颖 工艺也十分了得 不像是他们这里的人 能做出来的款式 至于说 可能是村里人丢的 他压根都没想过 能卖 但西宝为什么想卖掉他 西宝猛的抬头 眼睛又圆又亮 我想让四哥哥治好病 四哥哥想家了 云青山沉默了好一会儿 才摸着西宝的脑袋 好 那就卖了 第十五章 他是不是感觉到了什么 饶恕云青山 已经预估了这个坠子的价值不低 可拿到钱的那一瞬 他还是有些晕乎乎的 溢不住心里的狂喜 这可是整整一千零五十块钱呢 微微平复了一下自己的心情 他将钱收好 带着西宝又返回了县医院 他将两百块钱交到云青博手里 这些钱先拿去给小陈住院用的 还有 我已经让医生给小陈换了个病房 单间的 他和西宝今天肯定是回不去了 他身上又带着不少钱 单独带着西宝住招待所也不安全 索性晚上在医院陪陪小陈 他们这人多 他也安心些 林真炸舌 压低了声音问道 他三叔 你怎么会有这么多钱 嫂子 先给小陈换了房间再说 这里人多眼杂 林真和云青博立刻麻溜的 将云一辰带到了新的病房 云青山将房门一关 这才小声地告诉他们 这钱是西宝前一阵 捡了一颗金珠子换来的 咱西宝是好孩子 心疼他四哥哥呢 好孩子 真是个好孩子 林真顿时红了眼 天知道这一阵子 他是怎么熬过来的 阿诚病了一场 本该好好补补身子 可他这个当妈的 都却比脸还干净 买了药后 根本拿不出钱 买些好的东西 给他补身子 如今有了这两百块 云一辰窝在一起的西宝 对林真说道 二嫂 西宝是个善良又敏感的孩子 谁对他好 他心里都知道呢 林真看着自从西宝来了后 就明显心情欢快的云一辰 这些天来 沉甸甸甸的心 也重新轻松起来 三殿 我明白你的意思 以后我会把西宝 当亲闺女腾着护着 云青山微微一笑 他并没有把所有的钱 都给了二哥 小陈的病情 已经稳定下来了 只需要用些好药 再买些好的吃食补补 相信很快就能出院了 两百块钱省着点花 还能有余 剩下的他 打算拿回去给小妹 小妹离了婚住在家里 虽说现在大嫂没说什么 可时间一久 难免有些磕碰 她能有钱傍身 有些时候 可是能避免不少矛盾的 这一点 云青山看得通透 耽搁了这么一阵 云青山本想去一趟城东的 这会儿 天色已经暗下来了 也就去不成了 看来只能明天再去了 他刚这么想着 就听见医院楼下 闹哄哄的涌进了一群人 住院部有些病人家属 忍不住凑过去看 林真也去了 可没多久就跑回来了 一张脸有些发白 咋了 你不是去瞧瞧 发生什么事了吗 怎么脸色这么难看 林真拍着胸口 看向云青山 三弟 你下午可是说过 要去城东找人 二嫂不会无缘无故提起这事 云青山心头一动 哎哟 可得庆幸你没去 城东那边出事了 说是有一伙人 私下里卖啥东西来着 被抓的时候 竟然拿起大刀 见人就看 可太吓人了 林真刚才 挤进去看了几眼 我第一个天 有几个满头满脸的血 更有一个 手都被砍断了 他可不敢再看了 云青山浑身一僵 城东什么地方 林真想了一下 好像叫什么巴里像吧 云青山的后背 一下湿了 云青伯看他脸色不对 忙道 老三 你怎么了 可是哪里不舒服 云青山摆摆手 没事 我下去看看 他下去了好一会儿才上来 神情有些晦暗 真的是梁哥那伙人被抓了 他今天本来就是 想去城东巴里像找梁哥的 前些年还是集体劳作的时候 家里人多 孩子也多 那时候 家里是真穷 他们兄弟几个就上山打猎 然后偷偷拿去黑市卖了 梁哥就是那时候认识的 只是后来他娶了媳妇有了冬子 安全起见 也就不再去黑市卖山货了 这次小陈生病 小妹离婚 四弟要回来了 五弟去京都上大学 房子也要准备扩两间家里 哪哪都要钱 云青山打听到 梁哥现在在卖烟草 挣了不少钱 这次来县城 他也是来探探底的 哪里料到会出这样的事 若是下午他 真的去巴里像找梁哥 指不定连他都被抓了 想到这 他不由将目光移到西宝身上 这孩子今天一天 似乎都很不安 自己走到哪里都要跟着 他是不是感觉到了什么 西宝好似察觉到了他的目光 转过头来 见三舅舅在看他 不由冲他笑了 三舅舅 四哥哥在当西宝的老师 教西宝读书哦 云青山的心忽然就安定下来 他回忆一笑 那西宝好好认 等过两年 西宝到了上学的年纪 舅舅也送你去上学 西宝灯灯灯跑到他身边 爬到他身上 抱着他的脖子 将小脸贴着他的脸 三舅舅 你是世上最好的舅舅 云青山忍不住在他小脸上亲了一口 我家小西宝可真是舅舅的小棉袄 虽然才刚跟西宝亲属起来 但他是真把西宝当成闺女一样疼爱的 云青伯酸的不行 用他的短壶茶蹭了蹭西宝嫩嫩的小脸 西宝 那二舅舅呢 西宝养得哥哥直笑 二舅舅也是最好的舅舅 云青伯逗他 可是既然是最好的 那就只能有一个啊 我和三舅舅 谁才是最好的舅舅 西宝看看二舅舅 再看看三舅舅 大眼睛咕噜咕噜转着 怎么办 他还是最喜欢三舅舅呀 可是实话实说 二舅舅会不会伤心 云青山抱起西宝 得意道 西宝天天和我一起 当然是和我最亲了 走 舅舅带你吃晚饭去 再买点东西 明儿带回家去 云青伯也收起动动的心思 问道 你不是说要到城里办点事 嗯 本来有事的 现在不用了 明儿我就带西宝回去 钱你们也别省着 快开学了 小陈的身子早点好才是最重要的 云青伯点头 我晓得 现在快晚上六点了 因是夏天 天色还早 云青山先带西宝去医院旁边的小饭馆里 吃了碗米粉 米粉很实在的一大碗 大骨熬的汤 加几颗肉丸子 几片薄薄的瘦肉 和几根青菜 戳一口汤 十分鲜美 西宝吃不了那么多 好在他们带了饭盒 分出一大半 准备带回去给云一辰吃 西宝边吃一双眼睛边 好奇地往街外瞧 第十六章 西宝的能力曝露 舅舅 我好像看到爷爷了 西宝西溜着米粉 含糊地说道 小饭馆就在医院斜对面 坐在饭馆里 就能看到医院门口来来往往的人 云青山愣了一下 爷爷 他顺着西宝看着的方向望去 只见一个四五十岁 穿着蓝色的雀梁衬衫的男人 带着一个四十来岁的女人 从医院里出来 没错 那男人就是小妹的前公公杨木匠 他手艺不错 经常外出给人做活 所以杨家的家底儿 一直都颇为英识 只是看着他跟旁边那个女人 说说笑笑 动作也颇为亲密 云青山心中有了些许猜想 眼角不由跳了跳 心中暗痴 果然父子都一个德性 就是不知道周婆子小不晓得 这可就有意思了 然而他懒得理会杨家的事 小妹已经离婚了 那杨家再和他没半点关系 西宝 你现在姓云 是咱云家的孩子 以后杨家跟你没关系 他不是你爷爷了 西宝是小妹捡回去的 可这些年 他们杨家可没一个 把他当自家的孩子疼 就连他都从村里一些孩子嘴里 听到他们说着 西宝是杨家不要的野孩子 当时他就把那群孩子呵斥了一顿 直接找上了他们家大人 西宝乖巧可爱 他们杨家人不要 云家要 西宝乖乖点头 爷爷不打他 可是会凶他 他一点都不喜欢爷爷 还是外公外婆好 舅舅说爷爷以后不是他的爷爷了 西宝心里竟然偷偷高兴起来 吃完饭 云青山把西宝分出来的米粉汤 带回医院给小陈吃 这小丫头 可是给小陈留了好几块肉 自己只吃了两块 真是个大方又可爱的小丫头 饭后 他准备带着小丫头 去附近买点东西 顺便消消食 不过这次查了他一天的小丫头 竟然不愿意跟他出门了 还是他说 要带他去买糖果回去 才把他给哄出来的 西宝 舅舅问你个事 天色渐渐暗下 街上的行人也少了许多 云青山忍不住将心中的疑惑问了出来 你今天为什么一定要跟着舅舅来献成 西宝原本背着小手 晃晃悠悠跟在云青山身边 一丝凉风拂面来 他惬意的眯起眼睛 乍一听舅舅的话 脱口而出 因为舅舅会受伤 还会被公安叔叔抓走 舅舅这么好 西宝不想让舅舅被抓走 话一出口 他立刻捂住自己的嘴 水汪汪的大眼睛紧张地看着云青山 糟糕 舅舅会不会也像水阳村那些孩子一样 说他是乌鸦嘴扫把心啊 其实 西宝有个特殊的能力 能够提前预知到一些危险 当初在水阳村的时候 有孩子到水边玩 他遇见过那孩子掉水里了 就提前给他们提醒了 结果那落水的孩子被救上来 却说他是乌鸦嘴 要不是他乱说话 他也不会落水 像这样的情况发生过几次后 西宝有时候看到一些事 只要不是有生命危险 他都不再提醒 或者他提前把别人引来 就可以救人了 只是村里的小孩 却渐渐把他当扫把心 只要他出现 就会有不好的事情发生 西宝只是想救人而已 被当成扫把心 他也很委屈 说了又没人信 之前有一次 他忍不住跟妈妈说起过 妈妈十分紧张 说什么不能搞封建迷信什么的 让他别在外面乱说 会被人抓走的 奶奶知道了 会打死他的 所以 这次他遇见舅舅有危险 也不敢说 只能一直缠着舅舅 不过刚才他心头 慌慌的那种不好的感觉 已经没有了 舅舅肯定没事了 云青山暗道 果然 他这个小外甥女 似乎在某方面有些特别 他之前就隐隐有过猜测了 那日 他们闯入杨家 正巧看到周婆子 正虐打他小妹的事 不是偶然的 而是杨家邻居 贵媒婶去田里告诉他娘 他小妹被周婆子打了 他们才冲上门去的 可隔几日 他娘遇到贵媒婶 并向他道谢时 他却说 是西宝跑去向他求救的 说他乃要打死肃青 其实按时间来算 有点对不上 娘从田里喊了他们 再匆匆跑到水阳村 也要半个多小时 算上贵媒婶 从水阳村跑来通知他们的时间 就要一个小时左右 可他事后 他从肃青的一些言语里推测到 那天从许寡妇上门 到小妹挨打那段时间 其实也不过才一个小时 也就是说 贵媒婶在许小花刚上门 就去通知他们了 只不过 当时大家的注意力都被小妹离婚的是引了过去 也就没人注意到 这个时间差了 第二次则是阿鹏说的 那日西宝跟他们上山 提醒了他阿诚被蛇追 可事实是 他们到的时候 阿诚好好的正要上树 而树上却真的有条大黑蛇 再加上这次 云青山不得不相信 西宝确实是有一些特殊的能力 能够预知一些危险 舅舅 你别不要西宝 西宝不是扫把星 见舅舅望着自己 久久没有说话 西宝的眼中闪出泪花 西宝再也不会乱说话了 他好喜欢舅舅 好喜欢外婆一家 他不想被赶走 云青山猛然回过神来 见西宝哭得伤心 一颗心顿时酸疼的厉害 他赶忙抱起西宝 粗糙的大手轻柔的擦去他的眼泪 西宝不哭 你怎么会是扫把星呢 要不是你 舅舅今天可能就真的出事了 你可是舅舅的小福宝呢 舅舅喜欢你还来不及 怎么会赶你走呢 真的 舅舅不敢西宝走 西宝眼睛红得像兔子一样 可见是真伤心了 当然 舅舅最喜欢西宝了 云青山保证 有舅舅在 谁也别想赶走西宝 西宝高兴极了 搂着舅舅的脖子蹭啊蹭 把眼泪鼻涕都蹭云青山脖子上了 云青山身子一将 无奈地从兜里掏出一张手帕 帮西宝累乎乎的小脸擦干净了 之前西宝要跟他来县城的时候 纹粒塞给他 让他给西宝擦汗用的 他还觉得一个大男人 带着个可可爱爱的手帕 挺奇怪的 这会儿可算知道带手帕的好处了 西宝你告诉舅舅 你是不是能看到一些 还没发生的事情 比如说 你之前是不是看到你妈妈 被你来打了 所以跑去找 你们隔壁的黄奶奶求救 西宝睁大眼睛看着云青山 舅舅你怎么知道的 猜的 西宝点点头夸道 舅舅你好聪明哦 云青山没好气地 拍了一下他的小肉臀 少拍马屁 告诉舅舅 你是什么时候能看到那些事的 第十七章 他想闺女了 西宝认真地想了想 然后摇摇头 我也不知道什么时候能看到 我睡觉的时候做梦了 梦到在路上捡到一个白圈圈 第二天就真的 捡到漂亮的白圈圈了 只是那日 他把白圈圈给妈妈的时候 却被奶奶看到了 奶奶拿走了那东西 还骂妈妈 不配戴这种值钱的东西 云青山听他说了半天 才知道 他说的白圈圈是银手镯 他有些惊讶 原来西宝的能力 不只能预知危险 还能梦到捡钱 就上个山都能捡到个金坠子 这运气也是没谁了 果然是个福宝 只是便宜了那周婆子 拿了西宝捡到的东西 竟然还刻薄他妹子和外甥女 就他那样的 只怕最后也落不得好 西宝间舅舅相信他的话 很是高兴 小嘴巴巴的 把他还记得的一些事 说给他听 云青山越听越觉得不可思议 他原本是想从西宝的话里 寻找到一些他预知的规律 但他也只是个五岁的小丫头 东讲一半西说一些 完全是随着性质来 一番话下来 他也是毫无头绪 只知道他现在能够看到一些 即将发生的危险事情 而且多半是他身边的人 云青山也不急 现在既然知道小丫头的能力 他慢慢摸索着就是 只不过西宝还小 也不知道看到这些事情 会不会对他的身体造成伤害 刚这么想 就见西宝打着哈欠 不时揉揉眼睛 竟是一副昏昏欲睡的神态 他看了看天色 两人出来逛了这么久 现在也才七点多 就是在家里 他们一般也要八点半后才睡 云青山眼皮微跳 难道想睡觉 就是西宝预知危险的后遗症 他有些担心西宝的身体 明天还是顺便挂个号 让医生也给他检查检查吧 等云青山抱着西宝 回到云一辰所在的病房时 西宝已经趴在他怀里 沉沉地睡着了 林真见西宝热得满脸的汗 赶忙洗了手帕 给他擦了擦 单人的病房里 还放有一张长木椅 云青山将西宝放在长椅上 自己则靠在一边 生怕西宝不小心滚下来 晚上打算就靠在木椅旁睡就行 林真偷偷对云青博说道 老三对这孩子是真上心 我看哪 他对冬子都没这么细心过 云青博笑道 西宝可是咱云家小辈唯一的女娃 长得幼乖 之前在杨家受了许多磕带 多疼疼 他是应该的 林真瞪了云青博一眼 这个一根筋 林真其实跟这时候的农村妇女一样 有些重男轻女的思想 她还是姑娘的时候 家里也是重男轻女 这种情况在农村再普通不过 她是有些不明白 西宝不是小姑子轻生的 三弟竟然把她看得跟眼珠子似的 十分宝贝 只怕她对自己的轻生儿子冬子 都没这么上心 云青博是知道自家媳妇的 她的娘家就有重男轻女 她多多少少也是受了影响的 好在自家生的两个都是男娃 媳妇倒是一样疼 想到这 她郑重地提醒自家媳妇 阿晨现在能住在这么好的病房 看好的医生吃好的药 多亏了西宝 你可不能用自己那一套来看西宝 林真脸被云青博这么一提醒 脸有些热 是了 她之前还跟三弟答应的好好的 要把西宝当亲闺女带的 只是她心里总觉得 女娃不如男娃好 一时没能转换过来 觉得三弟不应该疼爱西宝 胜过自己的儿子 看到林真的神色 云青博知道她意识到了 叹口气说道 西宝是个很敏感的孩子 她对家里每个人都轻轻热热的 可你带她什么态度 她能感觉得到 你瞅瞅 她今儿可有往你身边挨过一次 云青博虽然面上看着操 但实际上心思细腻 林真一正 清博说的没错 她嘴上是答应了 好好带西宝 可行为上却对她颇为疏远 她看着靠在长椅边上 给西宝轻轻打着扇子扇风 擀蚊子的云青山 一脸复杂 难怪西宝跟她三舅就亲 都是将心比心啊 第二天早上 云青山就抱着西宝找医生 给西宝检查身体 好在检查结果没什么问题 孩子有些营养不良 没什么大问题 就是得买些好点的食物给她补补 五岁半才长这么点个儿 医生也只是静静职责 叮嘱几句 不过她也知道 这年头 乡下的玩儿能吃饱就不错了 好的 我知道了 谢谢医生 云青山应了一声 带着西宝离开县医院 她本想带着西宝 直接赶早上的班车 返回东阳镇 想到医生的话 又带西宝去供销社 买了不少东西 赶着中午的一趟车回镇上 在徐文丽娘家坐了好一阵 徐文丽的哥哥嫂子也回来了 腿脚不变的徐母有人照看 徐文丽和云青山 就带着西宝和东子 回了祥云村 等他们到家的时候 天都擦黑了 这时候天黑的晚 云家人又都忙着吞水 准备下一季的播种 回的都晚 云素青刚离婚 不想出门听村里的闲言碎语 一直都在家里 帮着做些家务活 她手脚勤快 把家里家外收拾得整整齐齐 徐文丽推开门一瞧 都快没认出来自己的家了 云家人口不少 圈地间的房子也有四五间 外家挺大一个院子 平日里院子里柴河 农具 竹面 喂鸡鸭的菜什么的 总是堆得到处都是 明明挺大一个院子 却都没几处可以下脚的地方 现在徐文丽站在院子里 门一开 从没感觉院子这般敞亮过 知道这些都是云素青做的 她不由夸了句 小妹可真能干 先前家里的活 都是大嫂郑出梅 和二嫂林真从田里回来后 一起帮忙收拾的 两人也不是手脚不勤快 只是家里田里事多 一回来就要急急忙忙 做饭喂鸡鸭猪 还要忙活一大家子的饭菜 哪里有时间去整那些东西 自从分田到户后 除了需要上交的工粮外 其余收成都是自家留的 庄稼人伺候田地 可比伺候自己的家还精心 云素青听到动静 从厨房探出头来 见云青山和徐文丽一人 领着个孩子走了进来 不由喜到 三哥三嫂 你们回来了 说着便解下围裙去抱西宝 这是西宝第一次离开他身边这么久 他想闺女了 第十八章 坦白从宽 天黑了的时候 云素淮和云青松夫妻 才从田里回来 见云青山从县里回来 众人免不了问云一臣的身体情况 云青山简单说了一下 直到云一臣身体好转 云素淮才放下心来 吃了饭 云青山将从县城买回来的东西都分了 老三 你咋买这么多东西 刘春芳看着大包小包的东西 心疼得不行 这都是县城里买的吧 肯定得费不少钱 这老三就是守松 冬子九月也要上学了 他还这么大手大脚 不会过日子 雯丽还什么都由着他 一会儿 他得好好说说他 云青山笑笑 也没买什么 对了 我顺便带西宝做了个检查 医生说他营养不良 怕个儿长不好 医生让买点奶粉 和一些有营养的东西 给他补补 说着 从袋子里拿出一瓶奶粉 奶粉是里头最金贵的东西了 以后西宝肯定每天都要喝一杯 总不能还藏着掖着 郑出梅忍不住 看了一眼笑眯眯的徐雯丽 心里头忍不住择舌 虽说他也稀罕西宝 可叫他这么大方地 给西宝买奶粉 他还真做不到 他自家两个儿子 打小都没喝过这金贵的东西呢 这么一笔 他不由暗道 文立不愧是镇上人家的闺女 就是大气 不过对于云青山单独 给西宝买了奶粉 他心里是没有其他想法的 云肃青和西宝在杨家的遭遇 他听自己婆婆说了 也心疼得很 自己没钱 给西宝买点好的补补 总不能还嫉妒起 小叔子给西宝买不给自家孩子买吧 那他成什么人了 老三家的东子 自己还没的呢 刘春芳虽然也心疼钱 但更心疼西宝遭了杨家虐待 才会营养不良 当即心里又把刻薄的周婆子骂了一通 点点头 是该给西宝补补 一群人干了一天活 都累得很 云青松夫妻赶紧去洗漱了 徐文立也带着西宝和东子进了屋 还招呼着云肃青一起进屋说说话 青山今天跟他说了西宝的事 想到若不是西宝 青山昨儿可能会受伤被抓 徐文立对西宝更是喜欢中 还带点感激 他拿出许母帮西宝做的一件小裙子 大红底白色碎花的 他想的款式 他妈给做的 看起来很漂亮 云肃青给西宝洗了澡后 徐文立便拿出来给西宝套上 看着西宝穿上小裙子 他不由眼前一亮 我们西宝可真好看 我也想要西宝这样漂亮的闺女 肃青 你可真有福气 云肃青眼眶有些热 这一阵 他离婚回了娘家 村里闲言碎语不断 他也怕家里人听得多了 觉得他是个麻烦精 尤其他还带着西宝 爹娘和哥哥弟弟们他知道的 他们绝对不会嫌弃西宝 可嫂子们 他心里没底 面上看着平静 实在心里颇为忐忑 他不想因为他和西宝 把好好地夹搅得一团乱 可离开了云家 他又无处可去 现在好了 大嫂和三嫂都对西宝很好 其他人更是不用多说 他们对西宝的好 他都看得出来 云肃青放下心来 西宝穿着漂亮的红花裙 高兴地转了几个圈圈 惹得徐文丽一顿夸 妈妈 我穿这条裙子好看吗 见西宝亮晶晶的大眼盯着自己 眼里满是期待 云肃青露出一抹由衷的笑容 好看的 裙子好看 我们西宝穿起来更好看 东子也在一边点头 对对对 西宝高兴极了 刘春方屋里 他刚洗漱完 还没来得及去找老三呢 老三就自己找上门来了 爹 娘 我有件事要与你们说说 来开门的刘春方瞪了他一眼 近来 正好我也有话要跟你说 云青山垮着脸 我就知道 您要跟我急 我这不就来坦白从宽吗 那你说 你怎么有那么多钱 又买肉又买奶粉的 可花了不少钱吧 尤其是奶粉 虽说是给细胞补身子的 可听说奶粉不好买不说 还老贵了 老三倒是舍得 云青山叹气 肉和其他的 都是花我的钱买的 奶粉却是花细胞的钱 他倒是想自己全都自己出呢 可不是身上没多少钱吗 云树怀和刘春芳惊讶不已 西宝哪来的钱 云青山也没瞒着 将西宝捡到金坠子的事 说与梁老听 其实 这次去县城他带了不少钱 其中一部分 本来就是家里 准备给云一诚看病用的 另外一部分 是他自己的积蓄 原本打算去梁哥那里拿点货 谁知道梁哥那伙人那么巧 就给端了 没拿成货 又躲过一截 他索性买了肉 和其他家里需要的东西 剩下的钱就不多了 没多久他看到医院 有人在偷偷卖奶粉 这时候奶粉可不好买 他之前去供销社 和百货大楼看过了 都没买到 西宝营养不良 就需要喝牛奶补充营养 不过他的钱不够 幸好还有西宝捡来的 那颗珠子换了钱 这才买了两袋 刘春芳听了不由则舌 这小西宝运气咋这么好练 我上山下田几十年 连一毛钱都没捡过 他才上过几回山 就捡回颗金珠子 卖了那老多钱 不过两个老人震惊归震惊 却谁也没有想过 要西宝这些钱的 林青山说道 爹娘 我想这些钱 就交给小妹自己保管着 他现在不容易 有这些钱在 他也能安心些 刘春芳点点头 看着老三很是欣慰 行你自己拿给他就好 他这辈子最得意的 不是生了五个儿子 一个闺女 而是六个孩子 在那样困苦的时候 都没养歪了性子 还有一件事 也是关于西宝的 林青山犹豫了一下 还是决定把西宝的特殊之处 告诉他爹娘一声 他爹向来是个不爱多话的 他娘更是精明 西宝能够预知危险的是 一起生活久了 家里人肯定会察觉到的 有爹娘担着 西宝才能在村子里 安稳地生活 当下 他便将西宝的一些能力 告诉了云树怀和刘春芳 这回若不是西宝 我怕是已经回不来了 云青山说起这件事 心里还有些后怕 云树怀和刘春芳听了 许久都说不出话来 第十九章 荣入 两久 云树怀才对刘春芳说道 西宝这个事 家里都叮嘱这些 有些话不要随随便便往外说 虽然现在对封建迷信 抓得不那么严了 可若是传出去 对孩子也不好 这孩子 是咱家的小福宝啊 刘春芳点点头 可不是 如果不是小西宝 他闺女这回得被杨家人欺负死 阿诚那孩子可能被毒蛇咬了 他的三儿可能被抓 那时候他们家还能有好 他可不是水阳村那群蠢货 前几天他才知道 西宝在水阳村 还被人喊做了扫把心 可去他的吧 他家小西宝福气着呢 只是杨家人有眼无珠 想不了这福气 离开了云树怀夫妻所在的正房 云青山回了自己的房间 刚掀开门帘 就见西宝花蝴蝶似的飞扑过来 舅舅 徐家姥姥给西宝做的新裙子 还有舅妈给梳的辫子 好不好看 小姑娘在疼爱他的舅舅面前 越来越放得开了 拎着小裙子转了一圈 裙摆飞扬 大抵女孩子穿上心爱的小裙子 都忍不住想显摆吧 云青山见云肃青和徐温丽捂着嘴笑 想来是小姑娘已经跟他们显摆过了 这会儿也蹲下来 刮了刮他的鼻子 狠狠夸道 当然 整个村再找不出 比我家西宝还好看的小姑娘了 不过现在很晚了 西宝也要早点去睡觉 明天再穿新裙子出去玩好不好 西宝看了看天色 平常这个时候 大伙都要睡觉了 他有些不好意思 舅舅 那我和妈妈回屋去了 其实 他现在一点都不困呢 不过舅舅他们 应该是困了 云青山举着蜡烛将母女俩送到西乡 而后塞给云肃青一把钱 这些钱你拿着 云肃青看着厚厚的一打钱 不由愣住 三哥 拿着吧 这些钱是用西宝捡来的一颗金珠子换来的 一共一千零五十 西宝心疼他四哥哥 要用金珠子换钱给他治病 我就做主给了二哥两百 还有买了两袋奶粉 花了十块 剩下的都在这了 云青山解释了一下 云肃青有些猛 西宝捡到金珠子 什么时候的事 云青山叹气 肃青 西宝的异样 你一点都没发现吗 云肃青神色微僵 按理说 西宝一捡到东西 且知道那东西之前 就会交给自己的妈妈 可他明明捡到好些天了 却一直自己藏着 谁也没说 况且 西宝在水阳村 还提醒过一些孩子 有危险发生 作为西宝最近亲的人 肃青不应该不知道西宝的能力才是 云肃青看了一眼进了屋子 就主动往床上躺的西宝 吩咐了一声 西宝你先乖乖躺床上睡觉 我跟舅舅说几句话 西宝应了一声 他才拉着云青山走到房间外 三个 西宝是我的孩子 他的情况 我又怎么会不知道 只是他还小 我也不知道 他总梦到 或者看见那些事情 对他会不会有不好的影响 更怕他的特殊之处 会给他带来什么灾祸 所以 所以 云肃青吓唬他 不让他在人前显露那些特异之处 自己也尽量不去关注他这些情况 不过 西宝是个聪明的孩子 他其实应该 还捡到过几次好东西 不过自从那个银镯子 被他前婆婆抢走后 后面再捡到东西 应该都被西宝自己藏起来 在杨家 他的婆婆有时候 也会去翻他们的房间 所以知道西宝藏了东西 他也不去过问 以免被他前婆婆注意到 伤害西宝 只是 西宝心性单纯善良 他也不愿意西宝养成冷血的性子 若真有性命危险 他还是引导西宝 找人救上一救的 然而他也没料到 明明是救了人 西宝却会被他们传出个扫把心的名头 云肃青真是又气又恨 觉得那些人都是白眼狼 云青山拍拍他的肩膀 你知道就好 西宝有这样特殊的能力 也是上天对他的眷顾 不一定是坏事 但他还小 还没有解决问题的能力 这就需要我们帮助他引导他 一味地回避问题也是不行的 云肃青看着他 三哥 你一向聪明 我听你的 他的三哥 是他们老云家最聪明的人 因为年龄最为接近 所以 他跟三哥的关系 一向最好 当初三哥曾劝过他 杨富顺并不是良配 只可惜他头脑发昏没有听 现在会落的这个下场 也是他的报应 至于这钱 他自己留了几十块应急 其余的在第二天早上 他都悉数给了刘春芳 娘 我现在回了娘家 家里接纳了我和西宝 那我们就是云家的一份子 再说了 我现在 占了青阳青化的房间 等他们回来睡哪里好 这些钱你拿着 过段时间 咱们也扩一扩房子 刘春芳也不是个扭尼之人 闺女给他 他也就接了 反正有他在 闺女在这个家里 就吃不了亏 转眼九月将至 云一鹏兄弟三人 也都收获满满的回来了 云一臣也在开学的前两天 回到了云家 一大家子都在 显得特别热闹 云素青母女 也彻底融入了云家 林真回来的时候 还给西宝 做了一双漂亮的小鞋子 是他自己那的鞋底 穿起来又柔软又舒适 正好配许母 做的那件小裙子 甭提多好看了 刘春芳知道 自家二媳妇性子有点强 比较古派些 还怕他对素青离婚 回家的是有微词 没想到他一回来 不仅没甩脸色 对素青比以前更好了 对西宝也没得说 反正他这个二媳 向来有些看不上女娃的 没想到这次 竟然还给西宝 带了礼物回来 太阳打西边出来了吧 这可把准备了不少富狗 甚至还打算 如果说不通 就要摆婆婆的款 强行压制的刘春芳 给整猛了 不过他转念一想 倒也有些明白了 这恐怕还是托了西宝 给小陈治病的 那两百块的福 九月份一开学 刘春芳这次十分大方地 拿出了五个孩子的学费 不仅如此 还让云一鹏 他们暑假挣的钱 都交给各自的父母 没有像以前那样 上交一部分给他 看着几个儿子 和媳妇差异的目光 刘春芳指着云素青 和西宝说道 素青知道这段时间 咱们家难 主动拿了一些钱 出来贴补家用 孩子们的学费 也是从里头出的 你们瞧瞧 哪家的小姑 能给家里折出学费的 以后出去 别人说什么 你们可得多护着他先 莫让那些乱七八糟的话 给影响了咱们家的日子 说这话的时候 他多看了一眼林真 第二十章 西宝的新朋友 但再次出乎他的意料 他话刚卧音 林真就率先拥护 娘说的对 以后村里谁乱嚼舌根说 小妹坏话 我飞死了她的嘴 云青博在一旁点头附和 对 谁说小妹的不是 看我不揍她 林真性子颇为强势 没少跟刘春芳对着干过 而云青博性子也抱 原以为这俩人性子都火 以前刘春芳还担心 老二和老二媳妇 会三天两头吵闹打起来 没想到这夫妻俩 感情意外的好 刘春芳这人性子开明 儿子和儿媳妇能好好的 他退让几步又咋地 在他看来 家庭团结和睦 日子才能越过越好 云青松和云青山夫妻 也纷纷表态 云素青眼眶微热 行 你们有这份心就好 大伙都散了吧 一会儿还要下地呢 有些话 刘春芳不想多说 说多了 这会儿你跟我去地里 竹林边还有几块甜美水 我种了些小红豆 这会儿也能收了 稀薄也带上 云素青轻快地应了一声 他自离婚后 就一直待在家里 不怎么敢出门 生怕别人对他指指点点 但这会儿他忽然觉得 那些咸言碎语 也没什么了 就像三嫂说的 有什么可怕的 犯错的人又不是他 这会儿 第二季的稻子 也已经播种了 云树怀和云青松父子 不时去田里看一下水就行 家里的女人们 则开始缝缝补补收拾家里 学校开学了 徐文利回了镇上 这回冬子上一年急了 他把冬子也带上了 想到要一个星期 才能回来一次 冬子十分不舍 离开前阴阴叮嘱 西宝 你一个人别在村子里乱跑 等我回来再带你去玩啊 知道了冬子哥哥 三哥哥和四哥哥 会带我玩的 冬子 他还没走呢 西宝就找好了其他玩伴 扎心了呗 感觉他这个哥哥 在西宝心目中的地位 要不保了 呜 冬子一点也不想去镇上上小学 其实西宝也有点点不舍 不过小孩子忘心大 转头找到新的小伙伴 就把心里那么点不舍 忘得差不多了 云一诚摸摸西宝的小脑袋 笑咪咪道 三哥哥和四哥哥去上学了 等我回来 给你带个好玩的东西 正处没拍了他一下 个小破孩 一天天的就知道完 你瞧瞧小陈 学得多好 这回开学考试考差了 回来请你吃竹笋炒肉 云一诚做了个鬼脸 笑着跑了 其实云家的孩子成绩都不错 尤其是云一诚 他性子沉静 是目前几个孩子里 学习成绩最好的 但云一诚也不错 只是他性子跳脱 静不下心来读书 云一诚给西宝礼了礼 被云一诚揪歪了的小辫 嘱咐他 你先跟奶奶和姑姑去田里 回来我还教你读书 西宝点头 那我给三哥哥和四哥哥摘脸子吃 祥云村比较小 村子里是没有小学的 云一诚和云一诚 每天都要走半个多小时 去两三里外的红星小学 家里上学的上学 下地的下地 上山的上山 短暂的热闹散去 家里又恢复几分清冷 刘春芳带着西宝和云素青 去竹林边的田地里 一路上遇上不少村里人 纷纷跟他打着招呼 刘沈 这么早下地啊 吃早饭了没 吃了吃了 刘春芳笑眯眯地回着话 转头对西宝说道 那是你秋梅姑姑 西宝甜甜喊了声 秋梅姑姑好 哎 这孩子啊 嘴咋这么甜呢 素青姐就是会教人 云素青摸着西宝的脑袋 一脸笑 素青 跟你娘下地啊 云素青脆声声应道 哎 林大娘 你也砍水呢 西宝这回不用人叫 自己都会喊人了 林婆婆吃早饭了没 吃了 哎呦我的乖乖 素青你家闺女 是天上下凡的小仙女不成 长得好 小嘴还甜 哈哈 林莱你这张嘴呀 就是会说话 刘春芳笑着朝他点了点 走了 我还下地呢 晚些去我家里唠唠嗑 好嘞 旁边的人也纷纷招呼着 他们空了 去家里做作 刘春芳和云素青都一一应了 村里人质朴的言语和笑容 跟以往并没什么两样 偶尔有人会多看他几眼 眼底也只是些许探究 却并无鄙夷 云素青的心里 越发轻快起来 刘春芳把田里的豆子 一茶一茶搁起来 云素青和西宝 坐在岸边 捡着熟透掉落的豆子 这太阳太大了 西宝你去阴凉的地方坐着去 刘春芳将跟在他身后 捡豆子的西宝 喊到边上去 这一早上 西宝就这么乖乖地坐在田里 帮着包豆子捡豆子 小脸上汗一直流 他都没像其他孩子那样 吵嚷着要回家 真是乖得让人心疼 刘春芳看着他白嫩嫩的小脸 被晒得粉扑扑的 连忙从旁边的沟区里 弄了点水 给他擦擦脸 不让他继续干了 林肃清也喊他去一边玩去 西宝见大人都不让他干活 索性跑到旁边的山上 去看看有没有脸子 这时候刺泡已经没了 脸子也快没了 他找了好些都是硬邦邦的 咬下去都是坏果 他没敢跑远了 怕妈妈一会儿找不到他 就在他失望地准备下山时 就见一道皎洁的身影 从不远处的林子里钻了出来 那是个比他高一点的小姑娘 长得有点黑 不过眼睛很清澈 眼白处有点微微的蓝 他一抬头 就看到一个长得超漂亮的小妹妹 好奇地盯着他 云鸦冲着西宝一笑 露出又夹边一个小酒窝 看起来很可爱 小妹妹 你是谁家的 我怎么没见过你啊 吃鱼干不 云鸦抖了抖鼓鼓的衣兜 西宝这才注意到 他的衣衫上有两个老大的衣兜 里头露出些绿绿的果子 他见过 是鱼干果 不过这果子真的很酸 吃两颗牙都要酸倒了 晚上连干萝卜都咬不动了 西宝先回答了他第一个问题 我外婆是刘春芳 外公云树槐 我不吃鱼干 好酸的 云鸦鸦的一生 你就是肃清仪捡来的闺女啊 我叫云鸦 也是爷爷从山里捡来的 西宝听到前一句 原本还有些不高兴 可听云鸦说他也是捡来的 忽然有种亲近的感觉 他们俩都是被人丢掉的呢 不过 他比云鸦幸运 他有妈妈 现在还有外公外婆 和舅舅舅妈 五个哥哥 他们都很疼他 云鸦只有一个爷爷 第21章 嘴仰雕了 不过 显然云鸦并不觉得自己可怜 他说 要不是爷爷 把我从山里捡回来 我可能就被野狼雕走了 西宝想想也对 那你也很幸运 是 我们都很幸运哦 云鸦 一直都笑眯眯的 西宝重重点头 他以前就觉得自己可怜 在奶奶家吃不饱 经常被打 还要干许多活 可现在听云鸦这么说 他也觉得 其实自己是幸运的 如果不是妈妈 把他从小溪里捞上来 他就沉水里淹死了 世界上也就没有西宝了 两个小丫头嘀嘀咕咕的说了一会儿话 很快就熟了起来 云鸦挑了一颗很大颜色清亮 泛着一丝微黄的鱼干 塞到西宝嘴里 西宝你试试 刚开始是酸的 可后面你咽口水的时候 很甜呢 西宝被诱惑着吃了一颗 一开始酸的他 小脸都皱成了小丑菊 不过 过了一小会儿 他杂杂小嘴 果然有股甜滋滋的味道 在口中蔓延 怎么样 我没骗你吧 云鸦见西宝手里 还提着个漂亮的小竹篮 不由一阵羡慕 想了想 他把身上其中一个一兜的鱼干 都给装进西宝篮子里 我把鱼干给你 你跟我做朋友吧 明天我给你带龙眼 甜的 很好吃 西宝眼睛一亮 龙眼 他在阳家村的时候 见过村里的孩子吃 舅舅也摘过带去阳家 还为他吃过两三颗 真的特别香甜 不过后来 乃把龙眼都给叔叔和小姑姑吃了 他和妈妈都没分到 他舔了舔嘴角 那 我明天给你带颗糖吧 我舅舅给我买的 上次去县城 舅舅给他买了好多种糖果 让他自己藏着慢慢吃 不过数量都不多 舅舅说 吃多了会蛀牙 妈妈帮他收起来了 一天只让他吃两克 云鸭馋的口水 都快流下来了 他想有骨气的拒绝 毕竟这会儿山上龙眼都快熟了 到处都是 可糖却是要花钱买的 爷爷说 不能随便拿别人的东西 可是 他真的很想吃糖 长这么大 他就吃过一次糖 那味道 他一直都记着呢 特别甜 云鸭想了想 说 那我明天多给你带些龙眼 好的 云鸭姐姐 你可一定要来找我玩呀 见云鸭又要往林子里钻 西宝赶紧说道 云鸭笑音的声音在林子里回答 我一定去找你 明天你不来竹林边的话 我就去你家找你 西宝硬了 然后高高兴兴的拎着篮子下了山 他没踩着撵子 却提了一篮子鱼干果回来 篮子里除了鱼干果外 还有一些漂亮的花 都是云鸭采来送他的 西宝心里高兴极了 他今天认识了一个新朋友呢 妈妈 你看看 云鸭给了我好多鱼干果呀 西宝下了山 兴奋的跑到云宿青身边 献宝一样 把一小篮子的鱼干果拿给他看 云宿青方才就不时往山上瞟一眼 见西宝一直在自己的视线里 倒也没去管他 村里的孩子打小就在山上跑惯了 不过刚刚好像看到 他跟一个小孩在那边玩耍来着 原来是阿旺书家的云鸭 哦 云鸭怎么给西宝这么多鱼干啊 云宿青有些诧异 西宝高兴的说道 云鸭说要跟我做朋友 他就送我这么多果子了 一旁已经收割完豆子 过来帮忙包的刘春芳走过来 刚好听到西宝的话 不由笑道 云鸭那丫头 打小就在山里窜 猴金猴金的 说起来也是个能干的小丫头 不过得叮嘱着他 别把西宝往山里带 这会儿天气还热着 山上蛇虫多 云鸭还说 明天要给我带龙眼呢 刘春芳点了点他的额头 你个小蝉虫 想吃龙眼改名 让你舅舅给你摘回来 咱们上山有龙眼树 这会儿应该都要成熟了 西宝高兴坏了 那我等哥哥们放假 再和他们一起去债 西宝可是知道 哥哥们一星期放两天假 到时候不只是三哥哥四哥哥 就连大哥哥二哥哥 和东子哥哥都会回来 他最喜欢和哥哥们一起上山了 嗯 要不到时候 带上云鸭一起 中午 刘春芳和云素青 把小红豆挑回家 郑出梅和林真 已经做好了饭 赶紧出来帮忙 吃饭的时候 还是一样的饭菜 但除了老二云青伯夫妻外 其他人吃着都有些不对味 云青松忍不住问中午做饭的妻子 这青菜是不是咸了 还有这炒萝卜 我吃着味道怎么有点 其实中午的菜色 比起早些时候 云家的午饭要丰盛一些的 只是一群人吃着 都感觉没前几天做的好吃 大口大口喝着粥的林真有些猛 大嫂做的不一直都是这样的吗 挺好吃的呀 一群人暗暗看她一眼 是了 之前林真一直在县城 还没试过云素青的手艺 所以没感觉到 郑出梅神色有些尴尬 我一直都是这样做的 就是我手艺没有素青好 云青松点点头 小妹做的确实好吃 同样的食材 在她小妹手里做出来 那味道就是不一样 前些天都是小妹做饭 所有人吃的那叫一个香 郑出梅闻言 忍不住在云青松腰间轻轻一拧 却也叫她疼得眉头微皱 我又没说错 宁我干啥 郑出梅忍不住翻了她一眼 真是 有时候感觉她比二弟还少跟精 要不明天起 还是素青来做饭吧 我去干地理的活 郑出梅叹气 其实她自己也挺嫌弃的 如果说之前没吃过小妹做的饭菜 也就罢了 如二弟妹一样 吃的那叫一个香 可现在她捧着碗 看着桌上卖像不咋样的饭菜 咋感觉有些咽不下去了 青菜煮得太老太干 酸菜干巴巴的 炒萝卜吃起来也不香脆 郑出梅第一次怀疑起自己的做饭水平 那跟小妹就压根不在一个档次 见众人巴巴看着自己 刘春芳拍板 那行 明天起 还是素青做饭 先前素青没回来的时候 都是老大媳妇做的饭 这个活儿比较清盛 当初老大和老二媳妇 还争过一段时间 只不过老二媳妇做饭的手艺的确不行 这才让老大媳妇争上了 素青刚回来时 怕村里闲言碎语多 所以老大媳妇主动让她留下来做饭 自己下地去 这都过了好些时日了 刘春芳也是怕老大媳妇有意见 所以今天才把素青叫去田里帮忙 怎么也没想到 素青手艺太好了 把大伙嘴紧养雕了 第二十二章 上门要肉吃 除了林真有些不明所以外 云家所有人都同意了 云素青接手做饭的事情 等到晚上 云真吃到了云素青做的饭菜 这才明白 为什么云家 所有人都觉得 应该把做饭的重任 交给云素青 这也太好吃了吧 感觉一顿能多干两碗饭 就是可惜 家里有点穷 没有那么多粮食 让一家子和和 下午云青松和云青百 从山上回来 带回了两只这姑 前一阵 兄弟俩听老三说 西宝严重的营养不良 就想到了去山上打猎 而这姑这东西煲汤 最适合小孩子吃了 开胃健脾 滋养补虚 家里的小子们 小的时候 多少都吃过这东西 前两年 他们打到过一只 也让老三给送杨家去了 不过很显然 送去杨家的东西 压根就没落到过 他家小妹和西宝嘴里过 三兄弟暗骂杨家的同时 心里也自责得很 决定把两只这姑 都留给西宝补身子 这次运气不错 竟然打到了两只 坐在陷阱 还抓到了只肥兔子 兄弟俩喜自知的 将猎物处理了 两只这姑 都是给细胞补身体的 分做两次盾 这夏天天热 猎物也存不住 云素青直接让云青伯 将处理好的兔子也剁了 他做了道红烧兔肉 兰方人口味偏甜偏淡 兔肉 加了葱姜蒜大火爆炒 再加少许糖提鲜 而后用文火慢炖 那香味都传到隔壁去了 三妮和蛋蛋 嗅着那肉香 口水都忍不住滴了下来 刘奶奶家是不是在煮肉 好香啊 来 咱们明天也买肉吧 三妮忍不住咽了咽口水 冲院子里的灵石问道 灵石闻着香味 肚子也忍不住咕噜叫了两声 嘴里却骂骂咧咧 没钱 吃什么肉啊 馋不死你 还不快去帮我烧火做饭 三妮推了推蛋蛋 蛋蛋早就馋肉了 听到这话 立刻坐地上大哭起来 奶 蛋蛋饿 蛋蛋要吃肉肉 就要吃 就要吃 奶的乖蛋蛋爱 这肉贵着呢 奶哪有钱买啊 一会儿让你姐去你留奶奶家 要两块给你姐姐馋 灵石看了看云树怀家的方向 下午他可是看到了 云青松和云青柏兄弟俩 打到了不少猎物 其中就有只肥兔子 那么大只兔子 夏天也放不了 他们肯定全都炖了 三妮就要两块肉 他们好意思不给 听到奶奶的话 蛋蛋顿时就不哭了 三妮的妈王秋菊躲在屋里 他老早就闻到 离得不远的云树怀家 传来的肉香了 心里也馋了 听到三妮的话 他忍不住撇嘴 老太婆会舍得买肉才怪 不过听到蛋蛋哭闹 他心里一动 他家那老太婆抠死了 不过却是最疼蛋蛋 说不定蛋蛋这么一哭闹 女儿还真能吃上肉 这么一想 他立刻凑到门口去 就听到了他婆婆的话 呀 到时候让三妮跟蛋蛋一起去 说不定能多要两块 他也能尝个味儿 想到这 他忍不住咽了咽口水 听说树怀叔家 最近都是离婚回来的云树青在做饭 也不知道这肉咋做的 香的人受不了 等老太婆进了厨房 他偷偷招了三妮和蛋蛋过来 三妮一会儿你奶 让你上隔壁讨肉吃的时候 顺便带上蛋蛋 多要两块知道不 三妮有些为难 妈我都还不知道 能不能要到肉呢 你就说去找他们家吸饱完 去了就处院子里 等他们吃饭 王秋菊之招 他这个闺女 还是挺像他的 有点小鸡烈 三妮点点头 那我先试试吧 其实他一点都不喜欢找西宝玩 那个西宝明明是个没人要的野孩子 可为什么到了东子他们家 他们都那么疼他 他可看到了 那天青山叔带他去镇上 后来他看到西宝手里有好吃的糖果 还穿了身心的漂亮的裙子 听说是徐三婶的妈妈给他做的 三妮很嫉妒 在西宝没来祥云村的时候 徐三婶明明最喜欢他 可是上次他回来 他跑上门去 徐三婶竟然没有让西宝和东子 把糖果分塌 而且 他也好想要西宝那件漂亮的裙子 他让西宝接他试穿一下 西宝都不肯 明明那件裙子大了些 他也能穿得下的 哼 西宝太消气了 不过 为了能吃到肉 他就勉为其难 跟他玩一会儿吧 三妮这么想着 从家里端了一个碗 王秋菊给他放了半个包子 说是让他送去给西宝吃 礼尚往来嘛 一会儿云家人指定给他拿兔肉 总不能让三妮空着手回来才是 三妮也是这样想的 不过走到半路 他又把包子撕了一半 自己偷偷吃了 才走到云家门前 云家的院门关着 他厚着脸皮敲了敲门 西宝 西宝你开门 我给你带好吃的包子来了 有喝 今儿太阳打西边出来了 三妮竟然会给西宝送包子 刘春芳嗅着空气里浓郁的兔肉香 心中了然 怕是林氏和王秋菊那两个没脸没皮的惦记上他家兔肉了 想让孩子来讨食呢 脸皮咋这么厚呢 林真也想到了 他可比刘春芳还豁得出去 直接扬声说道 三妮 我们家西宝已经吃过饭了 包子你自己带回去吃吧 三妮都快哭了 他们压根不开门 而他身边的蛋蛋则直接坐地上哭了起来 开门开门 我要吃肉肉 我要吃肉肉 林真被三妮和蛋蛋给整无语了 这林家婶子和王秋菊是半点脸皮都不要了是吧 他林真也不是吃素的 当下捋起袖子大声骂了起来 都是些什么泼皮泼落户 馋肉 不会自个儿买去 让那孩子跑我家撒泼打滚 要肉吃来了 脸皮都不要了 巴拉巴拉一串词 都不带泄口气的 刘春芳也不阻止 一两块肉给孩子 他不是舍不得 只是三妮和蛋蛋 这俩孩子给林大花和王秋菊 挤养歪了性子 三天两头上 他们家蹭吃蹭喝的 这东西给惯了 他不敢恩 一次不给还骂上了 想到上次三妮抢西宝的糖不算 连他的新衣服都抢 说老三媳妇偏心 哼 小丫头骗子可真敢说 他们家西宝不疼 难道疼他一个外人 刘春芳当时就骂了三儿媳一顿 都是他灌出来的毛病 徐文丽挨了骂也没敢还嘴 三妮这事 他好像真的做错了 同情他是一回事 可他也知道 林婶子和王秋菊的性子 哎 三妮这孩子似乎仰歪了 以后他还是少发善心吧 而这次刘春芳打定主意 绝对不给那姐弟俩一块肉 哼 肉汁也不给刘 第二十三章 西宝又做梦了 他冷眼一扫 院子里其他人该干嘛干嘛 谁也没吱声 三妮都快把门敲破了 也没人去开门 西宝就坐在院子里 双手捧着脸 满眼惺惺的看着二舅妈 插腰骂人 三哥哥 二舅妈好厉害哦 你说三妮跑了没 刚刚三妮站在他家门口喊 他才不乐意给三妮开门呢 云一诚猫到门边又跑了回来 忍着笑道 还没呢 他还扒着我们家大门 西宝的嘴咎得牢高 那就让他扒着吧 反正现在不开 哼 那天三妮想抢他的糖果 穿他的新裙子 他心里还气着呢 更何况 刚刚三哥和四哥还说 三妮是闻到兔肉的香味 想到他们家要肉吃 这年头 谁家能吃上几块肉 都是恨不得藏起来吃 再说了 大哥哥二哥哥 他们都没能吃上了 外婆已经盛起来一些 给三舅舅带着 明天带到镇上 给大哥哥二哥哥 还有三舅妈 东子哥哥 他们吃呢 三妮敲门的时候 他们一家都已经把兔肉分好了 一人才得了一两块 剩下的汤汁 被分给云一诚 云一诚和西宝三的孩子 拌入饭里 吃起来真是又香又甜 很快 一群人的碗都见了底 林真边骂手里的动作也不见慢 吃得满嘴油 得了见戏骂上两声 刘春芳吃完饭 这才慢悠悠上前把门打开 恰好看见临时骂骂咧咧到了他们家门口 王秋菊则臭着张脸 正要把三妮和蛋蛋带回去 哟 是大花秋菊啊 吃饭了没 刘春芳脸上堆着笑 特意把院门打开一些 好叫他们看清 里头正出没撒女人 在忙着收拾碗筷 不巧得很 我们刚吃完饭 就不叫你们进来吃了呀 刘春芳敢肯定 如果是刚吃饭那会儿 只要他敢搭个嘴 客气客气 让他们进来一起吃 这婆媳俩 指定不会客气 别以为他不知道 林大花肯定故意在外头除了好一会儿了 刚三妮叫得越发大声了 就是这林大花指使的呗 林大花气得只咬牙根 这个刘春芳 对个孩子都小气成这样 走走走 你倒是好心把包子都拿过来 给人家吃 人家吃肉呢 哪瞧得上你的包子 给我麻里的滚回去 别来丢人现眼了 林大花故意拧了三妮一把 把他疼得泪眼汪汪 刘春芳暗暗翻了个白眼 说得好听 当他没看到呢 那碗里只有半个包子 不对 是半个的半个都不到的包子 再说了 一个包子用手拿着就行 他拿那么大个碗装着 谁还能不明白 他想干啥 他家可没那么多肉 让他装 哇 奶 是你让我来找刘奶奶 要两块肉给蛋蛋吃的 呜呜三妮哭的眼泪鼻涕 都冒出来了 他奶不讲道理 明明是他让来的 这会儿还骂他宁他 三妮好委屈 林大花和王秋菊 虽然爱占点便宜 却还是要脸的 见三妮把这事都抖出来了 林大花一张老脸 也有些绷不住 立刻扯着还在哭闹的蛋蛋 往家走 顺便给了三妮后背两下 哭哭哭 你们还有脸哭 两个懒缠货 老娘的脸都给你们丢尽了 西宝巴在大门口 往院子外探了探脑袋 正好瞧见这一幕 他却是没有同情三妮 三妮他奶打人 可没下重手 他经常挨他奶打 一眼就看出来了 他奶打他才厉害 一巴掌下去他 后背能留两三天红手印 屋里头云素清喊了一声 在门口探头探脑的三个孩子 云逸成和云逸成忙硬了 一人一手牵着西宝往厨房去 姑姑给西宝炖了这姑汤 西宝喝了就能长高了 虽然大哥二哥都说 这这姑是专门给西宝补身子的 可家里现在就这么三个孩子 云素清不可能厚此薄笔 炖得香甜的这姑汤不算多 他给西宝和云逸成都盛了满满一碗 俩人一个营养不良 一个身体虚 正好补补 剩下的还有半碗多 都给了云逸成 三个孩子呲呲呲喝得欢 云逸成喝完放下碗 就拉着西宝到院子里去 西宝 我今天新学了一篇课文 我读给你听 西宝很是捧场 好啊好啊 云逸成听了立刻想溜 被郑出眉轻轻的揪住耳朵 语气森森 想溜哪去 哼 你看看 西宝都比你出血 还不快被课文卷 云逸成只得搭拉着脑袋 跟云逸成他们凑一块 听着云逸成教西宝的 都是他学过的 当即眉飞色舞的给俩小的 讲起他们课文里 一些有趣的故事 说着说着 不知什么时候 骗到了捉�蟋蟀去了 说干就干 捉蟋蟀 是村里孩子 必不可少的乐趣 冬子就带西宝捉过几次 云逸成带着弟弟妹妹 去墙角处 寻找合适的洞口 拿个酒瓶子装满了水 然后往洞里头灌水 不多时 就有一只个头大大的蟋蟀 从洞里冒出头来 云树怀坐在院子里 乐呵呵地看着几个孙儿 笑嘻嘻地捉着蟋蟀 手里也没闲着 他借着月光 熟练地编着筐子 最近比较清闲 他打算编几个筐子 去集市上卖 云青松和云青百兄弟三人 今日打到了猎物 正在信头上 讨论着明天再去哪里打练 刘春芳婆媳几个收拾完家务 便坐在院子里 包今日从田里挑回来的小红豆 忙碌了一天 难得闲下来的几人 说着村里村外的一些八卦 说说笑笑 月下 柬埔的农家小院里 而这天晚上西宝又做梦了 第二十四章 不退避 要进击 天刚蒙蒙亮 西宝从床上爬了起来 云素青和郑初梅在厨房里忙活着 没注意到西宝已经起来了 倒是云青松起来的时候 刚走出房门 就看到西宝捧着脸 坐在天井前发呆 西宝 你怎么起这么早 夏天天黑的晚亮的早 这会儿天还有些乌蒙蒙的 估摸着还不到五点半 西宝看了云青松一眼 忍不住问道 大舅舅 你们今天还去山上打猎吗 去啊 我和你二舅舅看看 能不能给你们再猎只野兔回来 昨晚的兔肉 可真是回味无穷 云青山今天要去镇上 就不和他们一起了 西宝折指天井上方 勉力劝说 可是 大舅舅 今天会下雨哦 你们不要去山里了好不好 云青松震了一下 这几天天气都晴朗得很 不过昨儿确实有些闷热 可能会下雨的样子 只是西宝怎么知道会下雨 夏天的天气十分反复 尤其南方这边 说下就下 有时候还半天太阳半边雨 着实说不准 云青松也只是愣了一下 就笑道 没事的 我和你二舅舅不去远了 听你外婆说 你喜欢吃龙眼 大舅舅回来的时候 给你带龙眼 以前西宝听到好吃的 那眼睛亮得跟天上的星星似的 这会儿 他的神情有些黏黏的 云青松上前抱起了他 是不是没人陪西宝玩 西宝觉得无聊了呀 看着大舅舅温和的面容 西宝心里很难受 大舅舅他们是大人 果然不会听小孩的话 好在三舅舅说了 西宝要是在梦见 或者看见什么 要先告诉他 于是西宝摇摇头 不是的 我在等三舅舅醒来 云青松听得心里直泛酸 他也是小西宝的舅舅 可西宝就是跟老三更亲近 不过这会儿 他可舍不得西宝 这么傻乎乎的处在这里等 直接抱着西宝 拍开云青山的门 云青山边开门边扣扣子 眼底还睡意朦胧 他略称了称眼皮 有气无力道 大哥 这么早喊我起来做什么 现在地里活不多 他说总算不用像前一阵那样 起早贪黑的干了 他好不容易能多来会儿床 他大哥都不肯放过 三舅舅 是我找你 西宝软软的声音传来 云青山才发现 大哥手里还抱着个小小的人 云青山立马精神了不少 想从大哥手里接过西宝 可大哥不让 还用眼神威吓他 平日里 云青松去田里干活 身上都是汗 臭烘烘的 没敢抱西宝 这会儿刚起床 身上清爽着呢 小小的团子窝在他怀里 让他一颗心都软乎乎的 云青山无奈地缩回手 西宝 你找三舅舅做什么 西宝看了看云青松 又巴巴盯着云青山 不知道能不能说 云青山一正 似乎知道 西宝为什么这么早来找他了 云青松却有些不明 所以 你们俩打什么哑谜呢 有什么事 是我不能听的 云青山见了西宝的神情 隐约猜测 恐怕事情与大哥有关 便对西宝说道 没事 也可以说给你大舅舅听 西宝这才又看了云青松一眼 似乎有些紧张 他小声说道 大舅舅和二舅舅进山的时候 遇到野猪了 野猪好凶 把大舅舅顶下山 二舅舅腿流了好多血 云青松有些猛 怎么西宝说的每个字他都懂了 合起来他就听不懂了 他什么时候和老二进山遇野猪了 他们是想进山 这不还没去吗 他本来想问问的 不过看了老三的脸色 他识去的没问出口 他这个三弟人聪明 向来遇事不慌 也只有遇到一些大事 才能让他脸色这么难看 三弟示意 他将西宝报到他屋里 这才详细地问西宝一些问题 原来西宝做了一个梦 梦里他和老二进山打猎 突然遇到一头大野猪 野猪攻击了他和老二 他俩也伤了野猪 导致野猪发疯 将他撞下了一处山坳 老二也被伤了腿 他们被村里人找到的时候 一个半身都动弹不得 一个残了一条腿 云青松听得无语 老三 你这什么表情 不过是西宝做了噩梦而已 大哥 云青松话还没说完 就被云青山打断 他神色异常严肃 大哥 西宝做的梦 是能够预知 即将发生的危险 他的梦是会成真的 如果说 先前他没打算 把西宝的特殊能力 告诉大哥二哥他们 可现在是他们 即将遇到危险 若是没有西宝的提醒 他们落得跟梦里 那般的下场 云青山简直不敢想象 这件事 必须让大哥和二哥 重视起来 云青松简直目瞪口呆 三弟 你大哥 我见识少 你可别骗我 这世上 怎么会有这样离奇的事 不过这话 从向来不糊弄人的 三弟口中说出来 云青松将信将疑 这事是真的 我已经亲身验证过了 云青山将最近 发生的一些事 说给了云青松听 云青松半天都没回过神来 盯着西宝的目光 惊讶极了 所以 我和老二姐 如果进山的话 一个可能贪了 一个瘸了 云青松冷汗沉沉 云青山想了想 不知道是不是今天 从西宝描述的梦境来看 当时只有你和二哥进山 而我今天恰好要去镇上 最有可能的就是今天 只不过 那天还下着雨 就是因为下雨 动静太大了 野猪出现的时候 他们才没防备 而且 云木影响了他们的视线 不然他们打猎身上 肯定带着家伙 也不会被野猪给拱伤了 西宝突然说到 三舅舅 今天会下雨 云青松反应过来 对啊 刚刚西宝就跟我说 今天会下雨 让我和老二不要进山 原来是这样 云青松感动了 原来西宝是怕他和老二出事 云青山点头 那就对得上了 对了大哥 你和二哥 今天原本是要去村西山头的吧 对 说来早一阵 有听人说 在那山下种了地瓜 被野猪给刨了 云青松若有所思 看来那山上真有野猪 不过那东西精着呢 力气又大 不太好抓 就只能任由他祸祸庄稼 前两年 在那山脚开了荒地种地瓜的人家 听说今年都不打算继续种了 云青松感慨了一下 既然这样 那我和老二 今天就不出门了 云青山却是眸光闪动 不 去 怎么不去 今儿我不去镇上了 大哥 你多叫几个好手 咱们去山上猎野猪 谁说明知道危险 就一定要退避的 他们也可以反其道而行啊 这野猪平日里可难遇上 这会儿知道他们 今儿能遇上野猪 怎么着也要把这家伙抓了 到时候卖的猪肉 可又是一笔镜像 云青松听了这话 眼睛也渐渐亮了起来 第25章 野猪追来了 云家三兄弟 还是上山了 现在田里要忙的事情少 他们又招呼了两三个打猎的好手 一起上山去了 云青柏对于西宝的梦一无所知 云青松只提醒他山上可能有野猪 多的也没说 这村西的山头铃身草蜜 加上夏天雨多 草木几天就长一大截 很快就把原本走出来的路给掩住了 这也说明 这座山少有人踏足 山上的野物近是不少 一行六人都是惊艳的 近山才不过一个小时 竟然打到两只野鸡 云青松三兄弟打到了一只 另一个打到野鸡的 叫做刘增 是今儿一起来的云广胜 和云广善的姐夫 也是个打猎的好手 刘增一张脸黑红黑红的 汗像水流一样从额头往下躺 他抹了把汗 说道 今儿的天怎么闷热的这样厉害 云青山十分淡定的 拿起挂在脖子上的毛巾擦了擦 快要下雨了 那可不能再往里面走了 下雨的话 这地方视线不好 容易迷路 刘增是红兴村的打猎好手 也曾到这处山头打过猎 对这里也还算熟悉 云青山有些犹豫 西宝梦里说刚下雨没多久 大哥和二哥就遇上野猪了 可这雨还没下呢 正想着 旁边的云青帛将手里的野鸡丢给大哥 我去解个手 云青松有些不放心 毕竟西宝的梦里 野猪是老二先发现的 他这一路都盯着它呢 不过 现在还没下雨 应该没事 哪知道云青百刚走开 大雨就滑的一下往下落 砸在旁边的树叶上 乒乒乓乓的 雨势还挺大 云广盛赶忙说道 特娘的 这雨怎么下得这么大 我们还是先找个地方躲雨吧 云青松和云青山 淡定的拿出斗笠和缩衣穿上 云广胜三人 幸好他们平日里上山下田 都要带斗笠 这会儿也就身上淋湿了些 倒也不打紧 几个人等着云青百时扯皮了几句 就听云广赶说道 青百去了好一会儿了 怎么还没回来 咱们还下不下山了 他的话让云青松和云青山 心里都咯噔一声 两人相视一眼 不会这要巧吧 西宝的梦境里 有提到过是青百发现了野猪 走 去找老二 云青松拍板决定 云广胜笑嘻嘻道 知道你们兄弟撒感情好 青伯不过是去撒个尿 你们至于这么紧张吗 他话刚落音 就见云青百从一处高高的树木猴绕了出来 脸上惊慌失措 手里还提着裤子 腰带都还没系上 模样看起来有些滑稽 云广胜哈哈大笑 云青伯 你是被野猪追了 跑得连裤子都提不上 云青伯看到他们 还来不及松口气 立刻喊道 有野猪 野猪追来了 云青松和云青山早有准备 一个拿起猎枪 一个拿着长长的柴刀 将云青摆护在身后 并做出警惕的姿态 云广胜脸上的笑容僵住了 什么 还真是被野猪追了 刘曾见云家三兄弟 做出防御的姿态 最先反应过来 立刻提醒两个小舅子 六个人稍微分散 各自爬上了树 就听到呼吱呼吱的声音 从云青百接手的地方跑出来 哇 这大家伙 估摸着有个160多斤了 对于野猪来说 这个头可是不小了 刘曾还真是很少见到 这么大的野猪 若是能猎下这家伙 可是能卖上不少钱呢 野猪抖了抖身上 黑黑的棕毛 将落在身上的雨水抖掉 转头四处瞧了瞧 似乎有些疑惑 刚刚那个被他追赶的人类 跑哪去了 转悠了一圈 发现没有看到人 他就准备往回跑 云广圣剩剑 好不容易遇上的野猪要跑了 立刻将折下身旁的一根枯枝 直到野猪身上 吸引他的注意力 野猪果然被吸引了 掉转了身子 一双黑黑的小眼睛 瞄上了蹲在树上的云广圣 忽然 他扬起两根獠牙 撞树的身子 呼拉一下冲过来 刘曾吓了一跳 冲云广圣喊道 抱紧树干 他要撞树了 云广圣顿时菊花一紧 双手抱着树干 连两只脚都盘了上去 开玩笑 真被撞下去 野猪的獠牙可不是摆设 砰砰砰 野猪疯狂地撞着大树 云广圣绝望地任由身体 在风雨中颤抖 特娘的 这野猪的力气也太大了吧 他选的可是最粗壮的一棵树 特么都快被他撞翻了 云广圣可怜的小眼神 望向不远处的云青松兄弟 将希望都放在了 拿着猎枪的云青松身上 青松 你可快点 我坚持不住了 这会儿野猪疯了一样 力气大得很 谁也不敢靠近 都等着云青松先打伤他再出手 野猪一直拱来拱去 云青松装好了火药 还瞄准了许久才开出了第一枪 打中了野猪的肚子 砰砰又是接连两枪 野猪的后腿也伤着了 这会儿离野猪近些 力气也更大一些的云青伯和刘增 悄悄滑下树 举起柴刀分别冲野猪的脑袋和腿砍去 云青山和云广栅也毫不示弱 举着柴刀棍棒狠狠往猪脑袋上敲 云广圣原本抱着树干 双腿双手软麻的跟面条似的 这会儿见野猪被压制性的暴揍 这会儿也满血复活了 从树上滑下来后 他不甘示弱的举起大扁担 砰砰敲在野猪脑袋上 野猪肚子破了个洞 猪血哗哗往下躺 不一会儿他就体力不支 轰隆一下倒地不起了 雨越下越大了 云青松等人不敢再耽搁 立刻用带来的绳子 将野猪的四肢捆了个结实 六人一起将这头大野猪抬下了山 下雨天是很多孩子喜欢的天气 小院外 田边的小路上到处都是撑着雨伞 带着斗笠和野玉叶在雨中嬉戏的孩子 剩下的燥热 也被这一场突如其来的雨洗去了几分 西宝也很喜欢雨天 在杨家的时候 也只有雨天他才能躲在房间里 光明正大的偷懒 而不被殉斥 而妈妈也不用去田里做那么多的活 累得腰酸背痛 但今天 西宝望着外面越来越大的雨 小脸上却近是担忧 他撑着妈妈拿给他的大伞 跑到院子外张望了很久 忽然 远处的雨幕里 渐渐出现了几道高大的身影 西宝的眼睛顿时亮了起来 好像承载着无数小小的星星 他欢心雀跃 撑着比他小小的身子 还要大许多的雨伞 踩着泥泥的道路 飞快地迎了过去 舅舅 你们回来了 第26章 舅舅们抬着野猪回来了 远处的雨幕里 不仅仅是云青松和云广 剩几个人的身影 在他们身侧 还有不少村西那边的孩子 蹦着跳着 又是惊叫 又是嬉笑地跟着一路 跑到了村东 云树怀的家 就在村东头 看着走在最前方 浑身湿透 却满面笑容的三个舅舅 西宝高兴极了 太好了 舅舅们都没事 而后 他看到了舅舅们身后那头 掉在扁担上的 黑乎乎的大家伙 是野猪 舅舅们抬着野猪回来了 云青松和云广盛六人 在村西的山头 猎到了一头大野猪的事 随着他们回到了云家 而传遍了整个村子 野猪最后抬到了云树怀家 因为他们家的院子比较大 院子边上还搭了个棚子 平时放一些杂物用的 这时候正好用来放置野猪 刘春芳立刻指挥这儿 洗女儿烧热水 男人们不知从哪儿 抬来一扇破旧的门板 洗刷干净后 将野猪抬到了门板上 开始将一壶壶热水 淋在了野猪身上 然后就开始刮猪毛 下雨的天 不少人都没下田 所以没多久 云家院子里 就为了不少人看杀野猪 云树怀在看到三个儿子 和云广盛他们 把猪抬进院子后 就立刻去把村里的 杀猪将大壮叔 给请了过来 为多久 整只野猪 就被收拾得整整齐齐 因为是云青松三兄弟 和云广盛三人 一起杀的野猪 所以 整只野猪 直接分成了两半 有人问道 春芳 你们家这野猪肉卖不卖 村里一般要到年节 或者遇上入宅嫁取 这种大事 才会杀猪 平日里 村里的人想吃猪肉 还得去镇上买 祥云村虽然去镇上 不算太远 可前一阵浓忙 有些人许久没去镇上 正馋肉呢 况且 镇上买肉还需要肉票 眼下云树怀家裂了野猪 虽然都是金瘦肉 没什么肥镖 可野猪肉吃起来香 有嚼劲 还是有不少人 盯着想买点回去吃的 没等刘春芳回答 云青山就笑道 卖的 我们家自己留点 其余的 你们有想买的 都卖 云青山早想好了 现在可是大夏天 猪肉放一晚上都有点味 有人买就赶紧卖了 这只野猪去了内脏和猪血 净重也有个一百来斤 这样 他们和云广盛家 均分也能得到个五十来斤的肉 五十来斤 自家留了二十斤肉 其余的都卖了出去 云广盛也有样学样 这野猪肉 他们也没卖贵 直接比照着市价一斤 卖个一块三毛钱 还不用肉票 还不到傍晚 两家共六十来斤肉 就直接被本村的人 给内部消化了 他们家的野猪肉 卖了三十多块钱 都叫刘春芳收着 没想到待家里 还能赚上一笔钱的 刘春芳乐坏了 他从留下的二十斤肉里 割下了三条肉 每条约莫两三斤重 交给郑出梅 林真两根席 咱们家尖杀了猪 这肉也放不得 大夏天的容易臭了 你们各自拿一条回娘家去 不多 就是也给你们娘家人 都尝个肉 郑出梅和林真喜滋滋的接了 打算下午就送回去 两三斤的肉 拿回去 已经倍儿有面子了 另外一条则交给云青山 野猪都裂了 下午他还是要赶烫镇上 正好把肉 拿给他大舅子和岳母家里 家里的肉还剩个十来斤 刘春芳手一挥 让云素青中午就做一顿好的 其实除了筋肉外 先前掏出来的猪内脏 也有不少 云家人多 刘春芳和两个儿媳 外加一个云素青 做事都十分麻利 很快就将这些内脏清洗干净 云素青炖了个猪心汤 爆炒猪肺猪肝 用猪肉炒了四季豆 再炒个空心菜 跟过年似的 特别丰盛 刘春芳拿了个碗 每样菜都剥拉了一些放碗里 让云素青给三婶家送去 两家关系还不错 三婶上次虽然劝云素青 不要留下西宝 却也是为他着想 之后见了刘春芳也道了歉 刘春芳虽是农村妇女 却也不是个心胸狭隘的 只是云三婶听说了西宝在杨家的遭遇 心里羞愧 自觉对不住云素青和西宝 有些不好意思 再往这边走动 刘春芳让云素青送饭菜过去 也是告诉三婶 从这以后云三婶便时不时 带家里的孙儿孙女来串个门 西宝也就多了几个玩伴 下午雨没了 家里人又纷纷下地去了 云鸭就是这个时候来找西宝的 他果然给西宝带了好些龙眼 西宝则塞了颗橘子糖给他 两人嘻嘻哈哈一阵闹 云素青下午没跟着下地 他在煮豆子 准备和他娘一起做豆豉 看到云鸭和西宝玩得好 心里有些触动 云鸭是阿旺叔从山里捡来的 他看云鸭也不免多了几分同情和亲近 不过从云鸭身上 却看不出什么自卑的情绪 他胆子大兴子活泼 哪像西宝之前做什么事都怯怯的 也就是回了娘家这段时间 家人多疼宠些 现在才开朗了不少 云素青倒是希望有云鸭带着 西宝胆子能大些 西宝过来 你们昨儿摘的鱼肝 我给腌了一下 你来拿去跟云鸭一起吃 云素青从碗柜里取出一个糖瓷碗 里头原本青色的鱼肝 已经变得黄灯灯的 颜色十分漂亮 西宝看着碗里的鱼肝果 粘起一个轻轻咬下去 顿时发出一声惊叹 妈妈 这个鱼肝变得好好吃哦 只有一点点酸了 还甜甜的 真好吃 说完他又拿了一个 塞到云鸭嘴里 云素青笑了 腌了糖的 当然是甜的 云鸭杂杂嘴 眼睛都笑弯了 素青一 你好厉害啊 什么都会腌 村头的张婆婆 腌的都没你腌的好吃呢 听到云鸭的话 西宝一脸好奇 张婆婆是谁啊 张婆婆就是 村头村长家的张婆婆 她家亲戚 在镇上开了个杂货铺子 张婆婆自己腌东西 送到那个杂货铺去卖呢 云鸭又从碗里 捏了一颗鱼肝 我吃过张婆婆腌的鱼肝 她也用糖腌了 不过吃下去还有点苦 素青一做的就一点都不苦 特别好吃 西宝听了 眼睛一亮 蹬蹬蹬跑到云素青身边 妈妈 要不你也腌一些果子去买吧 我们可以等为日的时候 拿去集上麦 云素青犹豫着 倒是一旁的刘春芳乐了 你这个小人精 这骨子聪明劲儿 像外婆 说着转向云素青 闺女 你做的鱼肝我吃过了 的确好吃 不然咱们做一些试试 第27章 感恩的云鸭 云素青也有些心动 但他不太确定地问 这鱼肝果山上到处都是 人家想吃 不会自己去采 这能卖得出去 刘春芳也有些迟疑 西宝却是立刻点头 妈妈 能卖得出去 我和哥哥他们采的鞭子 哥哥他们带去镇上 都卖出去了 而且 妈妈胭脂的鱼肝很好吃 对不对云鸭 对对对 素青一胭的鱼肝 真的很好吃 云鸭重重点头 刘春芳不又笑了起来 你瞧瞧 两个小丫头 都对你胭脂的东西 很有信心 我记得前些时候 你把我晒好的羊眉 也都重新胭脂过了 几个孩子吃了 哪个不说好 再说了 咱就试试 也不用做太多 没人买 咱们也可以自己吃不吃 云素青轻叹一声 这些年在杨家 受了不少搓磨 自己倒是 把胆子给磨没了 还不如探娘有胆破 行 不过 我得先去买点糖 咱们分别做些 咸的和甜的 还有这两天得 再去摘些鱼肝回来 好 一会儿你大嫂和二嫂 送完肉回来 我让他们去山上摘一些 云鸭自告奋勇 刘奶奶 素青仪 我知道哪里有好多鱼肝 我带郑婶婶他们去 刘春芳摸了摸云鸭的头 好 对了 你爷早上去镇上了吧 这会儿还没回来 云鸭摇头 没呢 下雨了 爷爷定然是在镇上躲雨去了 刘春芳转头去厨房 盛了点饭 递给云鸭 你中午肯定没吃饭 来 你轻松说他们 今天猎到了一头野猪 中午还剩点饭 你吃点 免得饿坏肚子了 云鸭看着碗里的肉 使劲咽咽口水 连忙摆摆手 风一样跑出云家 清脆的声音从院子外传来 不用了刘奶奶 我中午吃了 不饿的 等婶婶他们回来我再来 这孩子 怎么还客气上了 刘春芳看着云鸭离开的背影感叹 这丫头也是个可怜的 难得他跟西宝完的来 以后能帮的 就多帮帮吧 阿旺没结婚 哪里知道怎么带孩子 而且 这一天天的闲下来 就往镇上跑 云鸭能安然长这么大 也亏得他自己上山下河的窜 听村里人说 有一次这娃恶极了 还捉了蛇翅 村里不少人觉得 这娃心狠 都不敢 让家里孩子和娃耍 刘春芳倒是觉得 云鸭这性子不错 不会叫人欺负了 看看他闺女和西宝 性子到底懦弱了些 才会叫杨家人欺负了这么些年 还不敢回家告状 西宝还是得多和云鸭学学 下午郑出梅和林真回来 听说云肃清 要腌鱼干去急上卖 两人都非常赞成 上次我就说了 小龟烟的果子 比别人的都好吃 就是我脑子笨 咋就没想过 这东西还能拿去卖 林真一拍大腿 想到这东西能卖钱 她就浑身有劲 我这就去山上摘去 云肃清哭笑不得 二嫂这还不知道 能不能卖钱呢 我就是先试试 当然要试试 不成也没什么损失 反正家里孩子爱吃 卖不出去 咱们可以留给家里的孩子吃 林真倒是无所谓 能卖固然好 卖不出去 也就费些功夫罢了 她是个疯疯活活的性子 当即就要上山去 郑出梅赶忙提了篮子跟上去 二嫂妹 你知道去哪摘不 林真愣了一下 我还真不晓得 这山上我都好些年没去过了 这几年她 要么忙地里的事 要么就是背着阿尘跑医院看病 山上她的确很久没去过了 那些果树的位置 她还不如村里的孩子晓得呢 郑出梅笑道 你呀 不知道还跑那么快 娘说了 先去阿旺叔家找云鸭 云鸭知道 哪有鱼干树 西宝也想上山 不过刘春芳居着没让她去 西宝年纪小 对这边的山也不熟 而且 今儿刚下过雨山上湿滑 很容易摔了 那明天哥哥他们就放假了 我可以让哥哥们带我上山吗 西宝问外婆 刘春芳点头 行啊 只要明天没下雨 你们想去就去吧 西宝这才高兴起来 明天肯定是不下雨了 傍晚郑出梅和林真 还有云鸭都回来了 云素青已经做好了饭菜 云鸭瞥了一眼 飘着肉香的厨房就要溜 被林真一把拎住了 跑啥跑 我们还能吃了你不成 今晚上就在我们家吃饭 林真是得了婆婆的交代 今儿一定把云鸭给带回家来吃饭 他们回来的时候 经过阿旺叔家 阿旺叔还没回来呢 真是的 有没有一点养娃的自觉啊 娃娃们都不用吃饭 自己就能长大的吗 云旺家跟云树怀家不在同一片 平日里两家也没多少交集 林真也是听村里人提过 这云鸭小时候 都是东一家西一家给点吃的 才能长大 阿旺叔在家的时候还好 俩人随便对付着 也能吃饱 可农闲的时候 阿旺叔载着人去镇上 这云鸭就惨了 连口热乎的都没能吃上 后来他再大些 就跑去山上摘果子吃 有时候还会送些自己摘的果子 去给那些留他吃过饭的人家 倒是个懂得感恩的孩子 比许多大人都强多了 林真力气挺大 拎着云鸭就跟拎小鸡似的 他满脸无奈地看着林真 林婶婶 你别拎我领子了 我不跑 你看西宝都笑话了 林真转头 果然见西宝和放学回来的云一成 云一成站在门口笑嘻嘻地看着他们 郑初梅提着一大篮子鱼竿 和另外一些绿色椭圆形的果子 放在院子外 喜自知地对刘春芳说道 娘 那山上的果子可不少 除了鱼竿 我们还看到一棵橄榄树 已经接橄榄了 就敲了些回来 刘春芳一瞧 这橄榄个头不小了 我记得咱们种的 那几棵刚接果子呢吧 可不是这一棵野生的橄榄 没想到这么早就熟了 倒是也可以顺便腌一些 腌果子的是不急 明儿买了糖回来再说 都去洗手端饭 今儿下雨天色晚 咱们早点吃 刘春芳说着 给家里几个孩子 还有云鸭都成了稠稠的粥 桌上还有不少肉 都是中午做的 晚上热热就能吃 云鸭吃得眼眶发红 鼻子发酸 他已经许久没吃上一顿饱饭了 第28章 准备去集市 见云鸭只将头埋在自己跟前的碗里 大口大口地吃 没敢伸手去加菜盆里的肉 西宝赶紧将自己碗里 被舅舅们堆得冒尖的肉 分了一些到云鸭碗里 云鸭 我吃不了这么多 你帮我一块吃了吧 云鸭抬头 就见西宝忽闪忽闪的大眼睛 笑眯眯的看着他 谢谢西宝 云鸭小生地道了谢 旁边云家的叔叔婶婶们见状 生怕他不敢加菜 也纷纷伸手帮他加 不一会儿 他的碗也冒了尖 上头都是肉 好多好多肉 云鸭从小到大 都没吃过这么多的肉 他觉得自己的心里要开花了一样 特别特别高兴 不过 他知道云家的叔叔婶婶是因为西宝 才对自己这么好的 他觉得 这世界上再也没有像西宝这样 可爱又善良的女娃娃了 他以后一定要对西宝很好很好 第二天是星期六 哥哥们都放假了 他们听说 小姑姑想要腌制一些山上的果子去卖 便自告奋勇要去山上采摘 这会儿是杨历十月了 已是进入了秋季 不过东阳镇这个偏远的南方小镇依旧潮热 今日 云一鹏领着云家一群小的浩浩荡荡 向竹林边那片山上进发 路上遇到了不少同样放假出来玩耍的孩子 顺顺 小胖和阿华都已经到了上学的年龄 今年他们和东子一样 也开始上小学一年级了 黑仔年纪小点 且家里也穷 据说他妈妈打算让他明年再上 东子从镇上回来后 立刻把昔日的小伙伴们召集在一起 还有云一粮 云一城村里的伙伴 云一城则是第一次参加这么多人的上山行动 心里兴奋极了 而且他除了帮忙采鱼竿外 还有个重要的任务 就是要看好西宝 没错 西宝和云鸭今天都跟他们一起上山了 接而给众人指路的正是云鸭 他以前都是独自一个人进山的 今天还是第一次跟这么多人一起 心里有些小小的兴奋激动 鱼竿树就在竹林边上去不远的矮山上 平日里一个人云鸭也不敢闯太深的山 不过附近的矮山他都逛遍了 今天大伙的任务 是把昨天没采完的鱼竿都采下来 除此之外 他们一行还有的 兼具放牛羊和石柴和的任务 这群孩子中可是有不少十来岁的大孩子 都能算得上家里半个劳动力了 家里不可能任由他们像以前那样 不干活在山上乱窜 到了矮山上 云鸭开始给大家分配任务 黑仔 西宝 小山还有阿陈你们几个就在树下剪掉下来的果子 阿华 长兴 六子 你们仨去看牛羊 别让他们糟蹋了人家的庄稼 其他人都跟我上树 一声令下 一群被点了名的孩子 搜的一下窜上了树 一个个伸手十分矫健 甚至爬树的过程中还能炫个技 比个赛 惹得底下几个小的惊叹连连 孩子们回来的时候 刘春芳看着那好几篮子的鱼竿果 不由则舌 你们是把整座山的鱼竿都给搬回来了不成 那片矮山上的鱼竿都被我们采光了 我们约好了 明天再去别的地方找找看 刘春芳气笑了 你们这群皮猴子 这都还没开始烟呢 也不知道能不能卖上钱 你们采那么多干啥 这山上的东西吃不了那么多 也别吓祸祸 云一鹏几个有些心虚 他们一群人比赛谁采得多 哪里想到一下子采了好几个大篮子鱼竿 刘春芳看着那么多的果子 有些愁 这些破孩子采了这么多回来 烟了吧 可是要许多盐的 做甜的是不可能的 那得买多少糖啊 可不腌 这么多的果子 他也怕浪费了 多可惜啊 这群孩子 可是给他出了个难题 还是云素青说道 娘 这些先晒上再说 晚上我就开始腌 大后天为日 你不是要拿鸡蛋和一筐菜去集上卖吗 正好咱们也拿些去试试 刘春芳点点头 第二天 一群孩子又到处也去了 不过总算没有再去祸祸山上的鱼竿了 反倒是摘了不少翻十六回来 每次周末 哥哥们放假回家 都是西宝最高兴的时候 祥云村三面环山 山上水果种类非常多 一群孩子见天往山上跑 又能玩又能吃 别提多开心了 刘春芳看着西宝和云一辰 红扑扑的小脸 不由放下心来 这些日子 西宝肉眼可见的圆润不少 原本受尖尖的两颊 长了些肉肉 趁着他天生雪白的肤色 越发好看了 小陈吃得好身体 也养得不错 向来苍白的脸色 也红润了许多 这开学一个月了 难得没请过假 果然 孩子多往山野里跑跑 才不容易生病 鱼肝的腌制还是挺容易的 要先晾晒一两天去去水分 然后泡进盐水里 等到泡了盐水的鱼肝变黄了 就可以食用了 村里人多数是这么腌制的 匀素清腌的 确实要比别人多一两道工序 他用尼龙袋子 把鱼肝装进去 加盐使劲搓 把那些苦汁搓出来些 再晾晒腌制 他腌制的比任何一次都要精心 果子腌好后 各个黄登登的不仅漂亮 吃一颗又脆又甜 西宝和云鸭看着装在白瓷盆里黄登登的鱼肝果 使劲咽口水 云素清腌了两颗 往他们嘴里一人塞了一颗 云鸭和西宝末地睁大眼睛 嗯 好甜呀 比上次做的还要好吃 因为是要卖钱的 这做好的鱼肝 他们选了一批果子又大又好看的 刘春芳看了也很满意 郑出梅笑道 小妹这手艺真是没得说 我看了 口水都快流出来了 对对 我可真是白长这么些年纪了 竟然不知道山上那到处可见的小果子 也能腌得这么好吃 指定能卖出去 闺女 那你说说这价钱怎么定 刘春芳毕竟是有些惊艳的 先前青山知道 肃清要腌鱼肝卖 这小子脑子活 就去镇上打听了一下价格 镇上的鱼肝多是做的咸的 口味大同小异 会买的大多是镇上的人 平日里也就嘴馋的时候吃几个 吃多了牙都要酸掉了 这果子漫山遍野的 做的不好 也不怎么卖的上价 咸的一斤一毛五 甜的要贵些 一斤两毛五 毕竟糖价高 还不容易买 云青山买了点甜鱼肝 回来给家里人试过 简直酷甜 里面还有一点点苦 不过都被甜味盖住了 吃不大出来 这么一对比 众人顿时多了些信心 第二十九章 西宝兰克 挣钱了 每月农历逢四逢九 就是东阳镇的为日 也叫赶集 东阳镇并不大 但每一次的为日都十分热闹 云家人四点多就起床 准备去镇上了 从祥云村走路去镇上 要一个多小时 刘春芳早早将家里的架子车 清理干净 把准备要卖的一筐当季 青菜搬上了车 还有云素青 腌好的几样果子 这一阵的鸡蛋 刘春芳都不准备卖了 家里孩子多 而且西宝和益晨 都需要补充营养 他准备给孩子们留着补补 不一会儿 架子车上就装满了东西 这次要去集市卖东西的 除了刘春芳外 林真和云素青也会跟着去 西宝更是早早起了床 今天他准备和妈妈他们 一起去集市上卖鱼干 他还从来没有去过镇上的集市呢 阿旺爷爷的牛车没有这么早 赶急的人都得五六点后才开始出发 云家人确实要去集市卖东西 所以需要早早出门 西宝年纪小走不了长路 刘春芳就将他放在架子车上 林真和云素青在前面拉车 刘春芳在后面推 天色刚蒙蒙亮 入秋之后的早晨隐约有了凉意 太阳还没升起来 这会赶路正合适 西宝坐在车上好奇的左顾右盼 他虽然起得很早 但大大的眼睛里却没有丝毫困意 这次赶路是和外婆妈妈他们一起 跟上次坐牛车的感受不太一样 他的心情更加轻松 一行人聊着天赶路 竟然很快就到了镇上 刘春芳他们到的时候 集市上人还不多 他们站了路边一个不错的位置 就将摊子铺展开了 天色大亮的时候 集市上已经不知不觉 多了许多人来 西宝听妈妈说过 集市上有孩子走丢过 所以一直乖乖坐在自家摊位上 大大的眼睛好奇的 看着周围来往的人群 这时候 有个跨着菜篮子 手里牵着个三四岁小男孩的女人 走到云家的摊位上 她原本想挑一把青菜的 目光却不由自主 被摆在盆里 那黄灯灯的鱼干给吸引了过去 哟 这鱼干腌得可真漂亮 就是不知道好不好吃 女人驻足的时候 旁边也有不少人看到了 云家摊子上的鱼干果 好不好吃 另说 这果子个大颜色亮黄 看起来就吸足了眼球 听到有人问起鱼干 云家人都有些紧张 林真平日里多灵力的一个人 这会儿 嘴巴跟被堵住了似的 愣是有些开不了口 云素青也不遑多让 刘春芳叹气 看来还是得他出马 可还没等他开口 旁边就传来一个 奶奶的甜诺的声音 姨姨 我妈妈腌的鱼干超级好吃哦 不信你给小弟弟尝一个试试 刘春芳也没想到 这第一个开口的 会是西宝 只见西宝脸上挂着甜甜的笑容 白嫩嫩的小手一伸 将一颗个大又漂亮的鱼干 放到女人牵着的孩子手里 小弟弟 你吃吃看 甜甜的哦 可好吃了 小男孩刚才就拽着妈妈想吃 那看来就香甜的鱼干果 这会儿 哪里还忍得住 从西宝手里接过鱼干咬下去 好不好吃 甜不甜 西宝问 小男孩点点头 甜 真好吃 女人年纪看着不大 也就二十七八岁的模样 穿着也比较干净起整 身上的衣服一个补丁都没有 显然是家境还不错的 他见小男孩喜欢 就问道 这鱼干怎么卖的 两 两毛五一斤 云素青反应过来了 见着女人眉头微皱 显然是觉得价格不合一 赶忙说道 甜的两毛五一斤 还有咸的 才一毛五一斤 刘春芳在集上卖过不少东西 经验老到多了 他立刻接口说道 你也知道 唐这东西金贵 我们这鱼干可是下的足 今天是我们第一次卖鱼干 你也是第一个顾客 买一斤甜鱼干的话 我给你送半斤咸的 女人这才点头 成 那你可得送我一斤咸的呀 这东西算是秘贱 今儿家里要来客人 这东西拿出来招待客人 也挺体面 成 今儿你给我们摊子开了张 就送你一斤咸鱼干 讨个好彩头 林真这会儿 手脚麻利地称好 两斤甜鱼干 和一斤咸鱼干 递给了女人 女人忍不住 捏起一颗吃了 眼睛顿时一亮 这鱼干味道真不错 甜度刚好 很脆很好吃 说着又捏了颗咸的吃了 连连点头 对刘春芳说道 婶子 你这手艺真不错 以后需要还来你这买 刘春芳笑道 多谢 不过这是我女儿做的 她手巧 会做的东西可多了 有了第一个买的 就有第二个 没多久 云素青带来的 十五斤甜鱼干 和二十斤咸的 都卖光了 十五斤甜的 卖了三块七毛五 二十斤咸的 除去送的一斤外 后面有些买的多的 他们也多少送出一些 约某送了两斤出去 其余十八斤 也挣了两块七毛呢 今天光这鱼干 就卖了六块四毛五 事实上 这鱼干的定价并不算高 铺子里可是卖的两毛钱一斤 还是咸的 味道还没匀素青做的好吃 更何况 现在糖贵得很 一斤糖就将近一块钱呢 这甜鱼干 卖两毛五一斤 都算便宜了 不过这鱼干果山上就有 也不用另外花钱买 他们只需出个糖钱 算起来 今天这些扣除成本外 还是挣了不少钱的 因为买的人不少 刘春芳框里的菜又新鲜 不少人顺便买了菜 一家子很快就将 架子车上的东西都卖光了 回去的时候 云素青又顺便去供销社 买了三斤糖和其他腌制 需要用的东西 还在集市上买了两个大的坛子 准备用来装家里那些鱼干的 这会儿他发现 秘艰还是很有市场的 早上来买的 多是镇上的人 生活水平可不是村里人能比的 他们花几钱来 更加舍得 买完了东西 三人就带着西宝回村去 只是云素青也没想到 自己运气这么倍 窝在祥云村里 一两个月都没敢出门 这第一次 出门就遇上了自己的前婆婆 第三十章 外婆打赢了奶奶 周菜花也是去赶集了 她手里还提着个竹笼子 笼子里装着几只小鸡仔 祥云村和水阳村是同一个方向 从镇上回去 也是同一条大路 前婆媳两人见面 周菜花分外眼红 尤其是想到云素青离婚后 刘春芳从她房间里 将云素青当年嫁过来时 带来的一些嫁妆 都给扒拉走了 她顿时一阵心口疼 哎哟 那里头可是有对金尔丁来着 这会儿怎么着 也值个几十块钱 心疼死她了 她云素青嫁入杨家那么多年 连个儿子都没生 那些嫁妆 还有脸拿回去 不过这话 周菜花也只胆在心里想想 云素青那几个兄弟 可不好惹 想到这 她信信地瞪了 走在前方的云素青一眼 云素青今天上街 是为了卖东西的 东西搬来搬去 费力气不说 那些竹笋做的框子 还容易把衣服挂坏 所以她穿的是 一件以前的旧衣服 灰扑扑的 上面还打了两个补丁 不过她手巧 补丁补得像花纹一样 洗得也很干净 这么一眼 她却又有些幸灾乐祸起来 云家的条件 哪能和他们杨家比 瞧瞧 以前在他们杨家 出个门穿的多光鲜 起码衣服上没打补丁 哎 菜花 我瞧着前面那人 好像是你前头那边 媳妇素青啊 跟周菜花同行的 也是水阳村的老人 村里人说话 嗓门都挺大 嗓门不大 吵个架都吵不赢啊 原本刘春芳 他们都没发现周菜花 被这人一喊 也看到了 走在后面的周菜花 周菜花见云家人 转过头来 一张脸顿时拉承了下来 秀兰 一只不下蛋的鸡 提她干啥 这话就有些过了 人家昏豆离了 周菜花说的话 也太刻薄了 刚刚开了口的 何秀兰 立刻闪闪的住了嘴 往旁边闪了闪 她记得云素青的娘 可不是个好惹的 果不其然 她刚一闪开 一道身影就扑了过来 朝着周菜花的头发 薅了过去 好你个周菜花 看我不撕了 你这张烂嘴 刘春芳简直要气死 她闺女在村里 缩了两个月 好不容易赶出门了 怎么就运气这么不好 遇上周菜花 这个烂人了呢 周菜花也不甘示弱 两人当下就撕打起来 林真和云素青 连忙上去拉架 不过两人明显拉得偏架 不一会儿 周菜花梳得一丝不苟的头发 顿时乱成了鸡窝 原本跟周菜花同行的 何秀兰 想着是同一个村子的 就上去劝个假 结果 她刚上去就被打疯了的 周菜花抓了把脸 好吗 连自己人都打 何秀兰也生气 直接撇下她 和村里其他人一起回去了 远远的 还听到周菜花的声音传来 云素青你个贱蹄子 敢帮着你娘打我 你看我回去怎么收拾你 何秀兰撇撇嘴 人都跟你儿子离婚了 她不帮自家老娘 难不成帮你这个前婆婆 还想收拾人家 想什么没事呢 最后 拉了偏价的云家人 明显打赢了 留下周菜花 坐在地上拍着大腿哭诉 可 谁里这个疯婆子 刘春芳出了口恶气 冷声警告着 以后你在满口胡烈烈 看我不打得你满地找牙 说完 刘春芳向斗胜了的公鸡 拉着儿媳妇和闺女 推着架子车上的西宝 得意洋洋地离开了 周菜花哭诉了半天 没人理会 她只能自己爬起来 朝着刘春芳几个离开的方向 狠狠一拖 拖完了 才到一旁去找自己干架时 丢到一边的鸡笼子 鸡笼子的门 不知什么时候裂开了 她买了五六只小鸡仔 这会儿只剩下了三只 哪个天杀的 连我的鸡仔都偷 这条大路 可是不少村子的人 感激的必经之路 刚刚那一处热闹 可是有不少其他村的人在看 小鸡仔跑出去 肯定被人顺走了 一只小鸡仔 也得几毛钱 三只都快一块钱了 就这么被顺了 周菜花捂着心口 心疼死她了 不行 可不能就这么算了 她眼珠子转了转 不知想到了什么 嘴角微微勾起 一脸的不怀好意 西宝坐在架子车上 捧着脸 双眼亮晶晶的看着刘春芳 外婆 你好厉害哦 奶奶平日里凶得很 在西宝眼里 凶凶的奶奶 就跟山上张牙舞爪的 大老虎差不多 她一看到奶奶就害怕 可今天外婆竟然打赢了奶奶 西宝不仅不害怕 还有些小小的高兴 这会儿的西宝 特别崇拜外婆 她家外婆 怎么这么厉害 刘春芳打了周菜花后 就有些后悔 不是后悔打了人 而是后悔没逼着西宝 让她看见了 指不定也以为 自己跟她奶一样凶 到时候也怕她 不跟她清香了怎么办 万万没想到 西宝会这么说 刘春芳心里的得意 一下子涌到了脸上 嘴角的笑意 压都压不下去 她了一下自己 被抓得乱七八糟的头发 暗暗庆幸 为了方便干活 她去剪了个短发 周菜花就惨了 一头长发最是容易耗住 刚才那一场架下来 不知被耗掉多少 那是 外婆厉害着呢 刘春芳刚得意了一下 就立马想到 西宝以前准是 被那周婆子欺负很了 这会儿才会这么说 不然哪个孩子 看到大人打架不害怕的 想到这 她脸上的笑容 顿时沉了下来 摸了摸西宝 越发柔软的头发 瞪了自家女儿一眼 瞧瞧你窝囊的 让我外孙女 被人欺负成这样 她是心疼自家闺女 却也有些恨铁不成刚 老云家的人 哪个不宠她 骗她嫁到了杨家 还任由他们 欺负到她头上去 还不敢作声 刘春芳之前是心疼 心疼过后又生气 自个儿闺女不顶起来 连累的西宝 都被那老婆子搓磨 刚刚还当着她的面说 要收拾她闺女 哼 她敢朝她闺女 和外孙女 伸个爪子试试 云素清想着 刚刚自家老娘的彪汉样 和前婆婆的狼狈样 不由好笑 她以前是叫朱油蒙了心 对周婆子公顺 对丈夫关怀备至 对那一家子倾心付出 却得到了这么个结果 反倒是离婚后 她仿佛回到了少女时光 这日子越过越顺心 想想 家人有什么好呢 她看了看西宝 对自家亲娘露出的 如沐和崇拜的目光 心中微痛 以后 她不能再这么软弱下去了